第101章 绅士之谜 我控制你身体使用了修罗易卒的血镜 你现在体内燃烧了太多的血气和精血 情况不容乐观 不赶快调理恢复的话 境界叠落实小事 甚至真的会有生命危险 七月脸色凝重说道 望着干瘦的沐风 毛子中也全是心疼 不过那个时候他也没有任何办法了 不这样做 沐风性命都保不住 沐风文言干皱的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自己实力还是太弱小了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 你不是还有蛟龙精血吗 一滴蛟龙精血的能量足以恢复你的精血了 亏损的血气修罗神域可以补充 不过你恐怕要在床上躺一个月了 七月说话间把沐风乾坤戒指中 纳玉瓶内的一滴蛟龙精血移了出来 张嘴 沐风张开干裂的嘴巴 蛟龙精血涌入了沐风口中 化为了一炙热的能量进入沐风体内 随后修罗神域也悬浮在了沐风的上方 涌出了一股血色能量包裹住了沐风 沐风体表的肌肤 吸收了血气之后才渐渐地恢复生机 如同皱开的纸张开始舒展平整 干瘪的皮肤渐渐有了血色 弹性 越而 之前涌入我体内的那滴精血和庞大能量是怎么回事 还有我为什么会变成那个模样 沐风被血气滋养 躺在床上虚弱说道 七月文言沉默了许久 很久后才叹息了一声 道你之所以变成那个模样 是因为你体内潜藏的血脉觉醒了 我不得不告诉你一个事实了 你不仅仅是人族 不仅仅是人族 沐风文言一刹 随后震惊道 你 你什么意思 你知道修罗神域为什么能认你为主吗 这是修罗族的神物 没有修罗族的王族血脉 根本不可能让修罗神域认你为主 七月侧面回答 你 你的意思是说 我 我有修罗血脉 沐风震惊了 七月点了点头 道 你的母亲 她就是修罗族的人 母亲是修罗族人 沐风心中翻滚起了惊涛骇浪 修罗族啊 那可是天地间最强的种族之一 随便出来一个都是强者 她的母亲 竟然是修罗一族人 比之前的变身 不过是修罗的正常面貌 没什么好奇怪的 不过因为你也有你父亲的人族血统 你不动用修罗血脉的时候 不会现化出修罗身 你现在静静感受一下 在你心脏的那一滴本命精血之中 是不是有了一股不一样的强大能量 七月说道 目封闭目 集中了精神力 她渐渐能看见了自己身体内的情况 五脏六腑 经脉骨骼 这是修炼者的内饰 也叫心眼通 目封心脏之中 那一滴本命精血缭绕一股血色的能量 这股能量霸道 充满了煞气 同时又强大无比 这就是血脉之力吗 目封喃喃自语 同时 那滴蛟龙精血涌入了目封体内之后 被炼化成了一缕铝心的精血能量汇聚成心脏之中 凝聚成精血 不过这个过程 极为的缓慢 如西月所说 目封恐怕真的要在床上躺塌个把月 本来你的血脉之力至少要在您刚进阶的时候才会觉醒 不过我动用了一滴你母亲藏在修罗神域中的一滴精血 融入了你的体内 提前唤醒了你的血脉之力 觉醒修罗身 我这才能使用修罗族中的血镜秘术使你战斗力大幅度提升 西月解释道 目封闻言这才全部恍然 对了 你说我娘既然是修罗族 那她是不是回修罗族去了 是不是有一天我回修罗族就能找到她 目封又充满期待地问道 没有人知道一个从小就没有见过自己母亲的孩子 会有多渴望这种心情 或许只有经历过这种悲剧的人 才能真正明白目封的感受 而西月却是摇了摇头 毛子中有一丝痛苦 也有一丝愤怒 黯然很复杂 本来有些是不想这么早告诉你的 因为我不想让你背负太多的压力了 你母亲不是回了修罗族 而是被人抓走了 西月露出一丝痛苦之色道 被人抓走了 目封心中一痛 连忙问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多年之前 修罗族和另一个强大的种族天使族开战 天使族也是一个强大种族 双方打得乾坤颠倒 空间破碎 你的母亲身受重伤 从空间裂缝之中摔落在这个大路之上 当时你父亲正好在战场上打仗 而你母亲又落入战场被你父亲所救 在你父亲无为不至的照顾之下 两人都堕入了爱河 这才有了你 不过后来天使族的追兵来到了这个未面大陆 你母亲为了不连累你和你父亲 留下这块修罗神域引开了追兵 最终被天使一族抓走 目封听完 眼眶已经红润 他母亲不是抛弃了他 而且被逼无奈离开 而是为了保护他才离开 一直以来不管别人怎么说 他都不相信母亲是抛弃他狠心离去 而是有不得已苦衷 梁天使族 目封眸子中露出一丝刻骨铭心的杀意 虽然没见过这什么天使族 不过不用说 他已经将这一族恨上了 夺去他亲人者 他必杀无赦 对了 那我父亲为什么不保护母亲 父亲也是袁丹靖的强者啊 目封又问道 袁丹靖 七月露出一丝不屑笑意 袁丹靖只是你眼中的强者而已 在修罗族和天使族中 这种修为 连中高层都算不上 他们族中的巅峰强者 实力超乎你的想象 你娘以前也是有名的强者 实力强过你父亲千百倍 七月毫不留情地说道 对目封的父亲 似乎有一丝怨气 一个男人 不能保护自己女人 还算什么男人 目封闻言心中苦涩无比 比袁丹靖还要强大千百倍 那是什么存在 他不敢想象 他也明白了 为什么问道母亲时 父亲就默默喝酒 一脸黯然 因为父亲在自责自己的无能为力 这就是我不愿意告诉你的原因 你实力低违 现在知道这些 只会给你造成巨大压力 搞不好会滋生心魔 不过你竟然知道了 那你只要踏实修炼 等有一天你能成为撼动天地的强者 自然可以再见到你母亲 七月还不忘勉励说道 怕目封心中被压力压垮 第102章 混淆视听 目封眸子坚定无比 既然知道了这些 那他便会将这些转化成他最大的动力 男儿生于天地 顶得就是压力 挑的是责任 被压垮 被压力压垮的只是懦夫 显然他目封不是 放心 我不会被压垮 总有一天 我会杀到天使族 让这天地为我战斗 杀光所有谋害我亲爱之人 目封血色的瞳孔之中 露出了森冷的锋芒 你现在还是安心养伤吧 你觉醒了血脉 以后我会传你一些修罗族的本领 还有 你以后不能随便在外人面前显露你的修罗身 虽然这种小地方不怎么可能有人认识修罗族 不过这个大陆上有天使族的势力存在 被他们发现你就死定了 西月提醒到 目封点了点头 穆家 广场之中 一句句尸体摆在了大厅中 被白布遮盖 大群穆家弟子露出了悲痛之色 还有许多人在尸体前痛哭流涕 家主 昨夜一共死伤283个族人 修炼者损失一半 两位长老和墓中陨落 福伯来到了沐海面前 低沉说道 沐海望着这些尸体 眼眸之中全是怒火 悲痛 还有一丝无力 写信给宗家了吗 沐海低沉道 昨夜我已经连夜派人给宗家带去书信 估计后天就会收到 福伯道 嗯 哎 风少爷在这里已经曝露 他已经不适合再待在这里了 沐海重重叹息一声 心中悲愤 知道凶手是谁 可是他又不能去报仇 因为他无能为力 这种憋屈罪是让人难受 福伯也长叹了口气 没有接话什么 不过昨夜南好死了一名元丹静杰的供奉在这里 恐怕他不会对我们分家善罢甘休吧 我们该怎么办 福伯又问道 我们沐家怎么多人 先宜显然不可能 还能怎么办 看宗家是什么反应吧 而且昨夜杀手全军覆没 南好短时间内应该不会知道消息 沐海说道 想起昨夜沐风发狂的画面 还心有余悸 对了 那封少爷的事 下封口令 昨夜发生的事 知道的人半字不得泄露出去 不然足归处置 沐海严肃道 虽然他也不明白沐风那是什么情况 不过他也知道这事情的严重性 福伯凝重地点了点头 随后下去打招呼 三天后 国都沐家府邸之中 哼 沐尘一见这书信之后气得脸色苍白 一下子站起了身 毛子终全是怒火 蓝豪 你欺人太甚 沐尘竟然忍不住 发出了一声怒吼 这一声沐吼震的沐家人都是一愣 纷纷望向了家主府邸 今天家主怎么如此失态 而沐家的大长老 沐也等人闻声赶向了沐尘府邸 他们知道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 才让沐尘如此失态 大哥 你怎么了 沐也过来问道 家主 发生了什么事 大长老沐华也是一脸疑惑 你们自己看吧 沐尘将书信丢给了两人 两人接连看后 脸上也都露出了惊怒和不解之色 好一个男豪 欺人太甚 竟然派人到芬家去杀人 沐也怒道 不过他竟然派张居去了 沐封是怎么杀得了张居的 张居可也是元丹境界的强者啊 沐封才子府境吧 大长老看完所有内容之后 这才震惊道 沐尘闻言也渐渐冷静了下来 眯起了眼睛 道此事恐怕和我二弟的弟妹 有一些关系了 他的身份 你们两人都知道吧 沐尘说道 这两人文言都凝重地点了点头 多年前沐天那位修为通天的妻子 可是震惊了沐家 而沐也脸色更是复杂 他为什么和沐天结怨 当年军中 两人是同时遇见的他 都爱上了那容颜 惊为天人的女子 不过他最终还是和沐天走在了一起 因为这事 他和沐天关系搞得恶劣 也因为这个 他不喜欢沐天和他的孩子 沐风 不过关于他的事 在沐家已经成了一个禁忌 没有几人还知道他的事了 心 沐也喃喃自语 想起了往事风云 风儿能击杀张居 定然和他有关 他那种强者 怎么会没有在风儿身上留下一些保护手段 沐尘说道 其他两人深有体会地点了点头 那如今杀手被风儿全部击杀 他在芬家也曝露 我们要不要把风儿接回来 不然风儿再留在风家 只有了危险 沐也皱眉说道 沐尘闻言沉默了 坐在椅子上 双手交叉叠在小腹在思考什么 沐华这时突然说道 我倒是有一计 风儿不用接回来 可以混淆试听 哦 大长老 说来听听 沐尘眸光一亮 连忙问道 沐华说出了计策 沐尘目也听后都露出了一丝笑意 哈哈 好计谋 这样一来 风儿不再次现身之前 都不会有危险了 沐尘大笑 随后 沐尘竟然亲自动身 悄悄飞向了风家 沐尘一个远单近五重的强者 千里距离 飞行了一个多时尘之后 也终于到达了安南城 低调进入安南城中 直接前往了风家 沐海等人本想隆重迎接 不过沐尘不想曝露此行 直接去看望了沐封 沐尘望着躺在床上 面色苍白 头发雪白的沐封 眼眸之中也都是心痛之色 风儿 大伯对不起你 没想到让你来风家 还是让你遭遇了毒手 沐尘叹息说道 大伯 我这不是没事麻 对了 既然我已经在这里暴露 我还要留在这里吗 沐封不在意一笑 随后问道 你继续留在这里 不过我会散布出你死去的假消息 混淆难好事听 不过你可不已在安南城中高调做事 暴露你身份了 沐尘说道 沐封闻眼点了点头 猜出了沐尘的一些大概想法 随后沐尘带着张居的尸体 又飞回了安南城中 而分家之中 也散出了一个消息 沐封少爷遇刺杀身亡 沐尘得到了张居的尸体之后 回到国都 一个人杀气腾腾地赶向了南豪的北王府 第103章 沐封死了 北王府 在国都中占地数百亩 阁楼凌厉 奢华大气 北王府中 南豪豢养着大量的府兵 高手和供奉 沐尘欲空而立 手抓着张居半截干枯尸体 飞在北王府上空 杀气腾腾 南豪 你给我滚出来 沐尘一声怒吼 声音回响在了整个北王府上空 震惊了许多府兵 上空有人顿时不少身穿台甲的王府兵 望见了一百多米高空中的人影 有袁丹强者闯王府 不少王府高手怒吼 有府兵驾攻 对准了上空的牧尘 什么人 来北王府放肆 一声冷喝船来 六道流光从北王府中拔地而起 飞向了上空 这是五男一女 有中年模样的 也有老者 那女子是个红衣美妇人 这六人 都是北王府中的元丹强者 供奉 是你 穆家主 你来我们北王府有什么事啊 一名灰衣老者 缭绕蓝色园吏 悬浮在半空中淡淡说道 国都中元丹强者就这么多 大家都相互认识 南豪呢 让他给我滚出来 牧尘冷喝说道 放肆 牧尘 虽然你是元丹强者 可也不能这么称呼王爷吧 一名缭绕黄色园吏的 黑衣中年男子喝道 呵呵 原来是牧家主啊 你来找本王有什么事吗 而这时 一道淡笑声传来 一道金色流光 也从王府中破空而来 来人身穿黑色蛟龙袍 头发竖起 面容威严 身上有一股上位者的 王道之气 背负双手望着牧尘 正是北王爷南豪 本身也是元丹静中天位强者 南豪 你看他是谁 牧尘拿起了张居的干尸 丢了过去 南豪手一挥 一股金色原力包裹住了这半截干尸 看清面容之后脸色违变 张居 他怎么会死在你手中 南豪脸色微微阴沉说道 什么 那是张居 其他六人文言也露出了一丝震惊之色 这我还要问你 我侄儿木峰 就是被他杀害 他可是你的供奉 他为什么要去杀木峰 要不是我刚好要去分家探望木峰 恐怕整个分家都被他灭了 牧尘阴冷说道 我二弟怎么死得你清楚 你竟然连后都不给他留 南豪 你欺人太甚 牧尘怒吼 手中一杆黑色战枪浮现 化为一道红色流光杀向了南豪 数百道红色枪劲轰杀向了南豪 原力惊人 保护王爷 其他六人连忙挡在了南豪身前 发出了强大的元既抵挡牧尘攻击 这六人虽然境界眉目尘高 不过联手震碎了牧尘的攻击 强大原力反震牧尘吐血后飞 牧尘 这张居虽然是我的人 不过你凭什么怪在我头上 我手下要做什么 我又不限制他们的自由 你侄儿木峰被杀 本王深感悲痛 不过你有证据说是我派人杀的吗 南豪冷笑说道 你卑鄙小人 不是你还有谁 牧尘怒吼 杀气腾腾 刷刷 这时远处天空也飞来两道人影 正是牧野和牧华 这两人也是脸色难看 连忙拉住了牧尘 道家主 不可冲动啊 是啊家主 他还是南陵王爷 皇室血脉 两人连忙劝道 同时拉着牧尘飞回牧家 南豪 南豪 总有一天你会遭报应的 牧尘被拉走 口中还不甘怒吼 南豪望着牧尘被拉走 脸色也有些难看 从牧尘哪里 他得到了一个消息 就是木峰已经被张居击杀了 不过当天牧尘也击杀了张居 用一个人担尽强者的命 换一个天才少年的命 他也不知是亏还是赚 南豪手一挥 张居尸体飞向了一名圆丹强者 黑衣男子连忙接住 后葬张贡奉 给他的妻儿子女十万金币 子女送到王府中好生培养 南豪说完 脸色阴沉地飞回了府邸之中 其他人望着半截干湿 叹了口气 心中也有些庆幸 幸好这次任务不是他们阶下 不然死的也会是他们 毕竟牧尘的实力可是很强大的 圆丹境界 真是一众一天高一众 实力都会强许多 这几人也随之飞走 而今日这场闹剧很快也传遍了国都 一个消息也被各大家族得知 那个拥有领古天赋的费卖天才 穆丰死了 被张居杀死了 至于背后的主谋是谁 各大家族猜也猜得到 国都 云家 云海听过下面云家弟子的汇报之后 也重重地叹息了一声 真没想到 穆丰竟然会落得一个这样的下场 云海叹息道 不过北王爷竟然用一个圆丹强者的代价 去换一个费卖天才的命 这是亏了啊 云家长老 一名甘兽百须老者在一旁道 南豪才不会这么笨 要杀一个费卖天才 唯一的可能就是穆丰的圆脉没有破碎 加上他领古的天赋 这才让南豪如此忌惮 云海淡淡说道 家主的意思是当初的费卖之说 都是穆家社的局 老者惊讶道 嗯 我就是这么怀疑的 不然当初我也不可能还留一个两年的缓冲余地 就是怀疑此事有假 不过现在不管真假都没有意义了 那个少年死了 不管他有多惊艳的天赋 都没有任何希望了 云海叹道 他不瞎 穆丰如果不费 将来一定是人中龙 所以穆丰被传费卖时 他心中还是对穆丰抱一丝期望的 不过现在 这丝期望破碎了 那婉儿那丫头的事 老者又抒起了婉儿 前一阵子 南豪可是派人来向他儿子和婉儿说美的 哎 先答应了吧 南豪的崛起姿势已经不可阻挡 黄氏气运已经耗尽了 现在搭上了南豪的战船 也不是一条出路 只是可怜了婉儿啊 他对穆丰如此情深 云海无奈 他自然也希望自己女儿嫁给爱的人 不在家族大义面前 他身为家主 不得不偏重家族 而如今穆丰死了 他对那个少年唯一的一丝期望也没了 现在又该如何选择 只要不傻 都知道 身在大家族 享受了平民没有的待遇 也忍受着自己无法掌握的身不由己 第104章 婉儿之商 天允谷 皇家天允学院 正值夏季 池中荷花胎的正宴 不少学员情侣成群走在天允湖旁 天允湖是一个被允石砸落而成的湖泊 有数十平方公里的面积 连庭之中 一名身穿天蓝色衣裙 鹅蛋脸庞貌美如花的少女 正在连庭之中挥动着身姿 手中长剑换出朵朵剑花 只见他脚尖一点 身子飞跃而出 落入湖中 秀足点在一朵荷叶之上 人又借力腾空而起 一剑抖出 一道青色剑气刺出了七八米远 这才消散 仙子和中午 剑气必连消 好 好身法 好剑法 这时一道叫好之声传来 只见那亭湖走廊之上 一名身穿白色衣袍的俊美青年 带着三个人缓步走来 这青年面容英俊 剑眉心眸 笔若玄胆 一头长发披在肩上 任谁看了也不由得暗赞俊美 他身上更有一股一般人 所没有的高贵之气 青年身后几人 其中就有上官千志 还有云翊 青年拍手叫好走来 云青晚收剑入鞘 一点莲花 身子飞飘入了连亭之中 也不看青年 转身就走 哎 妹妹 你干什么呢 南陵殿下和你说话 你没听见吗 云翊连忙呵斥道 伸手拦下了云青晚 没事 云凶莫怪婉儿 青年笑道 更是温和 望向婉儿的眼眸之中 尽是柔情 他叫南陵 已经22岁 进入皇家学院 已经有了四年之久 修为更是已经突破了宁刚进 将来成为 袁丹靖强者的可能性很大 他也有一个不小的背景 父亲正是北王南豪 哥 让开 云青晚冷声道 你怎么和哥哥说话呢 云一眉头一皱 为母说道 婉儿何必急着走 你看 现在天允湖中 和花开的正盛 大家一起坐下来喝喝茶 赏和论道 不是一大美事 南陵温和笑道 是啊 青晚 南陵殿下都这么说了 你怎么也要留下来给个面子吧 上官千志等人也帮腔 他本来也喜欢婉儿 不过知道南陵对云青晚也有心思之后 就不敢再打婉儿注意了 说到底 他也不愿意为了一个女人得罪南陵 毕竟他可不缺女人 抱歉 我累了 想好好回去休息 婉儿忘了一眼南陵 推开了自己哥哥云翼 直接离开 婉儿 我对你的心思你还不明白吗 你何必在沐峰那的废物身上浪费时间 而这时 南陵也忍不住开口道 婉儿完颜脚步一顿 美眸中露出一缕冷光 峰 他手中常见一下子出窍 对准了南陵 冷声道 南陵王子 沐峰是我的未婚夫 请你口中放尊重些 对美 我们云家已经和沐家退婚了 你和沐峰没有关系了 他也不是你未婚夫了 这时云一开口道 那是你们 不是我 我云青婉今生今世只爱沐峰一人 云青婉态度坚决 不过美眸之中 却是有了一丝委屈 云家和沐家退婚 他自然知道 他更是不同意 不过他不同意也无法改变家族的意思 爱沐峰 沐峰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你还爱他吗 上官千智冷笑道 云青婉文言脸色一变 沐峰道 你什么意思 妹妹 你快放下剑 你还不知道吧 沐峰他已经死了 你更没必要再等一个死人 云一说道 什么 峰 峰他 不 不可能 你们骗我 婉儿文言如同遭遇了一个晴天霹雳 心中剧痛 随后沐峰交喝 我们没有骗你 我也是刚得到消息 沐峰死了 还是被袁丹静的强者杀死的 上官千智说道 说话间他于光忍不住瞟了一眼南陵 别人会骗你 我会骗你吗 沐峰死了 你不要再等他了 别打算将你许配给南陵王子 云一这时走过来搭着腕儿肩膀说道 当郎 云青婉手中剑一下子掉落在地上 美眸中眼泪瞬间顺着精致的脸庞滑落而下 整个人一下子呆在了当场 这时南陵走了过来 忘了云一一眼 云一等人走开 南陵轻轻搂住了婉儿 柔声道 婉儿 我知道你喜欢沐峰 可我对你也是真心的 这人啊 要向前看 你没必要为了一个死人继续坚持 你放心 我会对你好 你要的 你喜欢的 我都会满足你 我会让你受到一点伤害 南陵声音轻柔 加上这些情话 她英俊的外表 显赫的背景 估计没有几个女孩子抗得住 疯 不会的 不会的 这不会是真的 她不会死 你放开我 婉儿流着泪喃喃自语 随后剧烈挣扎 狠狠推开了南陵 啪 婉儿甩手就是一巴掌打在了南陵脸上 随后流着泪快步跑开 南陵捂着脸 望着跑走的婉儿 眼眸中柔情渐渐散去 见人 我不信我征服不了你 等我把你推到在床上的时候 你看我怎么玩死你 南陵眼眸之中 露出一丝猙獰之色 这时远处的云翼三人才走了过来 云翼甘大笑道 王子殿下 我妹妹就是这样 死脑筋 不过沐风死了 只要时间一长 她就会慢慢断了对沐风的念想 真不知道那小子哪里好 婉儿这么喜欢她 上官千知也不屑道 婉儿也是你叫的 南陵眸子一朗 望向了上官千知 上官千知甘笑两声 不敢多说话 我妹妹是从小和沐风玩到大 所以感情很深 这也很正常 不过时间一长 她自己会想通的 云翼说道 沐风 若是没死 我倒是想会会她 她若能来皇家学院 看我怎么玩死她 南陵冷着脸说道 语气阴狠 不过王子殿下 沐风他真的死了吗 云翼又追问 哼 我爹手下的张 供奉亲自出的手 那小子能活 张居可是元丹强者 不过张居也被沐尘杀死了 有个元丹强者陪葬 那小子死的也不冤枉 南陵冷和一生 随后一挥一袍 缓步离开 其他几人面面相去 不再怀疑 随后讨好事地跟在后面 和南陵一同走远去 第105章 小天进化 婉儿离开了天允湖之后 来到了穆灵儿的住所 不停地敲打穆灵儿的房门 一名身穿青色长裙 身材高挑一头暗红色长发的美少女 把门打开 只见婉儿泪眼朦胧地站在外面 灵儿姐姐 婉儿一把抱住了穆灵儿 逼声抽气 灵儿 怎么了 哭得这么伤心 穆灵儿拍打婉儿后背 揉声说道 灵儿姐姐 我哥的他们说 疯死了 这是真的吗 你快告诉我 这不是真的 婉儿抽气说道 穆灵儿闻言一愣 随后道 你听谁说的 我怎么不知道 小枫怎么可能会死 一定是他们骗你的 真的吗 可是我哥的他们都说是真的 婉儿生出一丝希望 望着穆灵儿 放心 小枫如果有事我怎么会不知道 不要相信他们的谣言 你看着明天小枫一定会来皇家天允学院 和你相见的 穆灵儿搂住婉儿 轻声安慰 婉儿点了点头 不过穆灵儿眸子中露出了一丝疑惑 正所谓无风不起浪 此时到底怎么回事 他一定要去搞个明白 安南城 穆家 离穆风重伤已经过去了大半个月 穆风体内的伤势 也渐渐地恢复 亏损的精血也调养弥补了回来 不过让穆风可惜的是 他的境界还是跌落了一种 一个气旋破碎 修为从子府六种 后退到了子府五种 不过这个结果 对于人生有过大起大落的穆风而言不算什么 只是跌落一种境界而已 当初修为全废的时候 他穆风都挺了过来 三个月之后 安南岭中 安南岭身处了某片密林之中 一头全身覆盖领甲 尾巴如同蛇尾的豹子在林中缓缓走过 鼻子中嗅着猎物的味道 这是一头子府进九重的凶兽 舌尾豹 一种非常凶猛的凶兽 突然 一道金色刀器 从他上空踢斩而来 这舌尾豹双耳一束 感觉到了危机 身子连忙躲开 这刀器劈在林地上 劈出一道吉米掌的刀痕 一鸣身穿黑袍 满头白色长发的少年 从树上持刀落下 这少年正是沐风 沐风已经完全恢复 只是那一头曾经因为 精血亏空变成的白发 一直还没有恢复过来 一头的血发 为少年添加了更两分飘逸出沉之感 沐风持战刀 一双血同冷冷盯着舌尾豹 身子围屈 他如今已经恢复了修为 重回此附近六种中天位的境界 吼 持尾豹在七八米外 望着沐风 口中发出了阵阵的吼声 刷 突然 这持尾豹先发起了攻击 身子一扑 直接向沐风扑杀而出 锋利的爪子有一尺多长 如同匕首一般 沐风轻喝 石刀劈上 一刀砍在了持尾豹的爪子上 竟然发出了金属交接声 不过这时 蛇尾豹修长覆盖领甲的尾巴 如同一条钢鞭狠狠地抽打在了沐风的身上 啪 这一尾抽在沐风腰腹 把沐风抽飞出了数米远 腰腹被抽打出了一条血口 沐风身子滚动 快速躲开蛇尾豹扑来的一击 随后身子跃起 两道指径射了出去 嗖嗖 这两道指径狠狠射在了蛇尾豹的背部 射穿领甲 留下了两道血洞 蛇尾豹吃痛 口中竟然汇聚了青色光芒 一道拳头大的光柱轰杀向了沐风 沐风身子一扭 落地的瞬间躲开 那光柱轰在地面上 炸出了个两三米的大坑 九岩拳暴 复岩式 沐风轻吼 脚步一踏 身子射出 调动体内那修炼圆满了的九岩拳暴气种之中的火炎原力汇聚在拳头上 体内元气也汇聚入拳 燃烧转化 一拳赤红色火焰缭绕轰杀在了蛇尾豹身上 砰 持尾豹一声哀鸣 两三百斤的身躯被轰飞出了七八米远 撞断了一棵大树摔在地上 口中吐血不止 沐风收拳 深吸了口气 体内元气消耗了两个气旋的之多 这九岩拳暴也有三招 复岩 全火 焚空 虽然它修炼是圆满了 不过它用不出九岩拳暴的最大威力 为啥 第一是复岩就能燃烧它现在三分之一的元气 第二是全火可以抽干它所有元气 至于第三是焚空拳镜 它的元气不足发出那一击 沐风走到了被打趴在地上的蛇尾豹身前 蛇尾豹一声低吼 毛子中胸光不解 还想攻击 不过沐风一下子跳在了他的背上 手中出现了一个黑色相圈 一下子套在了蛇尾豹身上 相圈一套入脖子 竟然缩小一圈 死死套在脖子上 取动不得 这相圈上刻有二阶玉兽原文 可以控制您刚进之下的凶兽 沐风套上了相圈之后 跳下了抱背 蛇尾豹低吼 又向沐风扑来 不过沐风心念一动 套在蛇尾豹脖子上的相圈 释放出了一股高压电流 呜呜 蛇尾豹直接被电爬在地上 发出一声哀鸣 老老实实当我做计 不然这滋味可有你受的 沐风淡淡说道 吼 蛇尾豹还不信邪 沐吼一声 不过又被电得浑身颤抖 这才老实地爬在地上 如同一只小狗 哈哈 这才乖 沐风大笑 摸了摸抱手 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蛇尾豹当坐骑可比 站马带步快多了 吼 不过这时 另一边林中发出了一声悲吼声 沐风骑在蛇尾豹背上 一加暴度 蛇尾豹赶向了声援处 蛇尾豹速度极快 在林中穿行也非常灵活 沐风骑着石尾豹来到了一片水潭边上 只见水潭之中 有两头巨兽站在了一起 一头是条长十来米的黑色大鳄鱼 还有一条 竟然是腾飞在半空之中 长有二十来米的白胶 此胶全身覆盖白色鳞甲 脖子上却是生长红色踪发 头生胶脚 腹部有四足 美足生有三爪 赫然是一条胶龙 白胶腾飞在半空 暗惊眸子戏虐地望着潭中大黑鳄鱼 这条黑鳄 可是一条步入了宁刚境界的凶恶 黑鳄怒吼 大口一张 口中射出了树道蓝色的水箭 这水箭有穿金断食的威力 不过白胶口中红色能量汇聚 一颗火球轰碎了水箭吐向了黑鳄 火球爆炸在黑鳄体表 炸得血肉模糊 黑鳄一声哀鸣 竟然潜入水潭中了 他拿这回飞的家伙 一点办法也没有 第106章 贝雷劈了 这红棕白胶散发龙威 压得下方的石尾豹有些色色发抖 吼 白胶降于天际 发出了欢快的嘶吼声 小天 木峰轻唤一声 红棕白胶飞低了身子 飞向了木峰 木峰脚踏石尾豹的背部 身子飞越起十米之高 稳稳落在了白胶的头颅上 木峰一手抓住半米多长的血红色胶脚 白胶带着木峰冲向了天际 飞翔九天 这红棕白胶自然是小天 吸收了那火胶金屑之后 小天也彻底进化成了一天蛟龙 而且还是蛟龙中罕见的冰火霜 属性蛟龙 修为更是已经突破到了宁钢境界一重 实力比木天还要强大 少年白发随风飘逸 显得出尘如仙 黑色颈袍随风烈烈作响 穿行在云层之中 一篮脚下众山小 木峰心中升起了一股万丈豪情 踏骄九天万丈空 不做英雄做枭雄 奸邪亡两随他去 一刀修罗斩苍穹 木峰仰天一声长啸 胸中豪情抒发于空 吼 白胶在半空中翻滚 似乎也感受到了 木峰心中的豪情万丈 发出了一阵阵的龙吟之声 轰隆隆 而就在这时 天空之中 突然乌云密布 一道闪电劈下 闪电的一道分支电流 也劈向了木峰和小天 一人一跤都是错不及防 被那闪电劈中 啊 我去你大爷 木峰一声惨嚎 被闪电劈落下了长空 一头白发冒着黑烟 刚刚还豪情万丈 这转眼就被雷劈 等等 莫非这是传说中的莫装逼 装逼被雷劈 木峰掉落下高空 数百米的高度 足以把他摔成脑残肉饼 小天一声几吼 连忙飞快地飞下去接住木峰 在离地还有十米的时候 将木峰给稳稳接住了 白娇小天驮着木峰降下高空 木峰从小天背上跳了下来 口中吐出了一口黑烟 木峰愣愣望着天空 气得咬牙切齿 好好的大晴天 怎么会突然就有一道闪电披落 不过这时他望向了天空的时候 却是露出了一丝震惊之色 天空之中 深处竟然有一团紫色雷光涌动 似乎有两道身影 在天空之中对碰不休 发出了轰鸣之声 老家伙 这雷震巴荒塌你再不交出来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哼 逆子 忘我将你抚养长大 没想到你竟然暗赞于我 行寿不如 数千米的高空之中 两道身影对碰之后分开数十米 欲空而立 这是一名身穿灰色衣袍的老者 和一个白衣青年 这老者面容刚正 留着一尺白须 双眸中金光暗藏 身上缭绕着紫色雷光 颇有一股仙谷道风之感 不过此时他口角一血 身上的气息有些萎靡 显然受了不轻的伤势 对面的那名青年相貌也是英俊 不过眼眸之中竟是阴冷之色 破坏了他一身白衣的出尘气质 身上缭绕银白色雷霆 两人能欲空飞行 也就是说至少是袁丹靖之上的强者 下方目封小天蛇尾报 爬覆在林中 偷偷仰望天空的场景 最后一次 你交是不交 白衣青年冷然说道 我本将你是为亲子 那雷霆八荒 他本是我百年之后就会交给你 没想到你竟然如此的没有耐心 也是可笑 我柳千叶竟然培养出一个白眼狼 会依老者一脸的颓然自嘲之色 等你死了 那他妈的还不要一百多年啊 我等不了了 我要学习得到那个东西 必须先学雷霆八荒踏 你给我交出来 白衣青年怒 已经露出了猙獰之色 随后他一声长笑 竟然化为了一道银白色雷霆 劈杀向了老者 雷霆滚滚 威势磅駁 这一道银色雷霆破空而来 老者忍住身上的伤势 怒吼一拳轰出 只见一道巨大紫色的雷霆 全径轰向了银色雷霆 通隆隆 两团雷霆在虚空之中爆炸 雷霆之力射出周围数百米远 有的甚至更远 刚才沐风就是被两人的一道雷霆原力玻璃 轰飞下了高空 两人的战斗爆发出了惊人气势 沐风在下方不敢冒头 生怕引起两人的注意 呜呜呜 耻尾豹也吓得怕在地上 发出了呜呜声 而小天已经变成了三尺白蛇 缠绕在了木峰的手臂上 轰隆隆 扑痴 银色雷霆还是击碎了全径 轰破了老者的刚系护体 灰衣老者一口鲜血吐出 被轰飞出了数百米远 笔不交 我就杀了你在你身上搜 白衣青年凝笑 手中出现一把银色长剑 狠狠刺向了灰衣老者 也罢 老夫和你拼了 也让你见识见识雷霆巴荒踏的威力 灰衣老者露出了一丝决然之色 体内突然爆发出了强大的雷霆之力 只见他一手招引天空 一股雷霆元气涌入天空之中 轰隆隆 天空之中瞬间雷霆咆哮 乌云缭绕 雷蛇玷 雷霆影 随着老者怒吼 天空中的雷霆一道道轰入老者身躯 一共八道雷霆轰入了他的体内 每轰入一道雷霆 老者的气势就强了一倍 体内伤势也重了一倍 老家伙 你想拼命 那白衣青年见这一幕慌了 连忙飞逃 八雷入体 气势暴涨八倍 雷霆巴荒踏 老者怒吼 在虚空中八步踏出 雷霆咆哮 八步之后 八条白米雷龙形成 八龙笑势 轰杀向了白衣青年 不 白衣青年露出了惊恐之色 随后只见他拿出了一道金色盾牌 这盾牌灵纹缭绕 乃是一件灵气 金色盾牌放大户在身前 那八条雷龙轰杀在了灵盾之上 弄插 这灵盾确实直接破碎炸开 一股恐怖的雷霆之力冲击在青年身上 啊 青年一声惨嚎 被炸得血肉模糊 随后惊恐飞逃天际 他体内受了极重的伤势 已经没有了战斗力 扑痴 天空之中雷霆之力散去 老者一口鲜血喷吐而出 体内原力一散 身子如同一只蛇翅的大鸟陨落下了高空 咚 身子刚好是砸落在了那个山中湖潭之中 溅起一片水花 第107章 雷霆八荒 目风见状连忙跑向了那湖潭 只见那老者漂浮在手中 没有动静 小天 救人 目风说了一声 小天心不甘情不愿地从目风手臂上下来 变大了身躯 游向了湖中 拖着这灰衣老者上了岸 目风把老者背到了湖岸边 平放在地上 一压胸膛 老者口中吐出了一口血水 目风摸了摸老者脉搏 还有微弱的跳动 目风连忙取出了一颗二阶疗伤丹药 放入老者口中 用元气帮他度入腹中 随后帮助练话 咳咳 取酒之后 这老者才咳嗽了几声 悠悠醒来 睁开了疲惫的眼眸 老前辈 您怎么样了 目风坐在一旁问道 灰衣老者一见是个少年 旁边还有一头蛟龙 露出了一丝惊讶之色 小家伙 是你救了我 灰衣老者轻声问 嗯 刚才前辈你掉入湖中 小子刚好在这附近 那个逆子呢 灰衣老者又问 想挣扎起身 不过没有一丝力气 他已经逃了 似乎受了重伤 目风如实道 唉 也罢 天命 那逆子命不该绝 老者长叹了口气 老前辈 你伤势很重 我先带你回我的家族 请要师救您 目风轻轻抱起老者说道 不用了 小家伙 谢谢你 老夫体内的五脏六腑已经被天雷反噬 现在只是靠一口原力吊着气息 活不了了 唉 养育那的逆子百仔 还不如你一个刚见面的陌生少年 真是可笑 老者摇头 是以目风把他放下 躺在地上自嘲笑道 目风不语 从这老者口中得知 那和他战斗的人 似乎还是他亲人之辈 小家伙 你叫什么 灰衣老者突然问 回前辈 我叫目风 目风道 嗯 目风 好名字 小家伙 能在死前遇见你 我想这也是老天的天意 老夫有个东西要送你 老者说话间 手指上乾坤戒指光芒亮起 一块紫色的巴掌大的玉牌出现在了手中 这玉牌之上 还刻画有道文 散发紫光 这灵简之中 记录了一门威力强大的元祭秘书 叫雷霆巴荒踏 可引天雷入体 爆发出惊人攻击 你只要将血液滴入其中 就能观看里面记载的修炼之法 现在老夫送给你 会依老者把灵简放在了目风手中 目风文言心中狂喜 用灵简记载的元祭秘书 这他听希悦说过 地阶之上的功法元祭秘书等才会用于简记录 因为一般书本已经记录不了这等秘书要表达的神效 多谢前辈 晚辈目风受之有愧 目风双膝跪下 行晚辈大礼 哈哈 值得 凭你这一跪就值得 反正老夫也要死了 你是老夫生命中最后遇见的一个人 你我就是有缘 会依老者大笑 不过又咳出了一口鲜血 风儿 你过来 会依老者对目风挥了挥手 目风过来 老者一掌贴在目风丹田杵 毛子中金光大放 只见一股紫色雷霆之力竟然涌入了目风体内 通过气门 鼓齐眼 涌入了丹田之中 啊 这股雷霆之力入体 目风发出了一声惨叫 一股剧痛席卷而来 而这股雷霆之力涌入了目风体内之后 竟然凝聚成了一道紫色闪电 缭绕在丹田之中 老者放下了手 目风重重喘息粗气 感受着自己体内突然多的那股雷霆之力 惊讶的望向了灰衣老者 前辈 您 我刚才用自己最后一点力量帮你凝聚了一道雷元 以后你凭借着道雷元修炼雷霆八荒踏会容易许多 这也是老夫送你最后的礼物 风儿 若有一天你能修炼道元丹境界 便去一个叫雷池的地方 哪里老夫还有一个机缘送你 对了 老夫名叫柳千叶 急伤我的那人是我的养子柳晴 为了这秘书不惜是父夺功 这是老夫这辈子最大的败笔 若有一天你实力强大了 帮我亲手除了这个逆子 灰衣老者握紧了目风的手 说完了最后一句话 头颅一片 直接气断身亡 柳前辈 柳前辈 目风惊呼 见老者已经死去 心中莫名的多了一股悲意 目风在老人尸体前跪下 磕了三个响头 坚定道 柳前辈您放心 若有一天目风实力 能杀那个奸贼了 必将帮您手刃柳晴 您传我秘书 请让目风以老师之礼后葬您 哈哈 老夫果然没有看错人 好小子 来世再见 老人尸体上 一道青幽魂魄飞出 望着目风笑着传音说道 老师一路走好 目风望着老人魂魄 再次磕头一礼 百年修行虽为尘土 临走之时能收一家徒 死得也不算太冤 走了 走了 柳千叶画音中 蕴含了一股不舍 对尘食的不舍 一股对生死的看透超脱 带着些许遗憾 魂魄化为一道光芒 消失在了天地间 不知是去冥界还是去纳黄泉 柳千叶升天之后 目风把他的乾坤戒指 戴在了自己的手指上 随后盘坐在尸体前 滴血入那灵简之中 随后他灵魂力集中在了灵简中 一幅幅画面 出现在了目风脑海 那是天雷涌动的场景 一道人影 吸收天雷入体 在体内经脉运行的画面 还有一股资讯涌入目风脑海中 雷霆八荒踏 碧阶上品圆祭秘术 修炼圆满 引天雷之力入体 瞬间可提升九倍爆发力 威力直逼天街武学 那画面中 就有巴龙咆哮的场景 威力惊人 目风收回了灵魂力 眼眸之中露出一缕震惊 了解了这秘书全部的资讯之后 他才知自己得了什么样的机缘 雷霆八荒踏 目风喃喃自语 随后望向了柳千叶 再次郑重道老师多谢您 同时目风也有一丝伤感 虽然才见面 不过这老者的遭遇却是让目风同情 自己的养子 竟然为了一门战斗秘术 就对自己养父下杀手 这种人当真是畜生不如 目风随后灵魂力又进入老者的戒指中 这一看就惊呆了 第108章 秘术缺陷 柳千叶的乾坤戒指容积比目风的大许多 是枚上等的乾坤戒指 有数十米方米的空间 里面没有什么金币之类的 不过金卡有几张 吸引目风眼睛的是那一堆五光十色零食 没错 一堆 足足数百块零食 这些零食就意味招数百万的身家 还有许多玉瓶装着的丹药 病魔丹 清新丹 回元丹 壁鼓丹 没有一种是低过三阶的丹药 高阶修炼者一定不会穷 可这老者明显还是个土豪啊 让目风惊喜的是 这里面还有一杆长枪 这柄枪通体紫色 长一杖 枪刃两尺 两边开封 剑形枪头 非一般的锥形 可刺 劈 砍 枪上有一股雷霆之力环绕 这枪明显是一箭灵器 枪 也是目风最爱的兵器之一 在军中打仗时 冲锋陷阵他都是用枪 短兵相接他喜欢用刀 目风取了出来 握在手中 试了试分量 一百来斤 他挥动没有问题 目风挥动长枪 体内元气涌入枪中 向前面一挥 刷 一道紫色雷芒从枪中画出 踢在一棵古树之上 直接把古树炸断 好枪 目风望着这枪 毛子中全是喜爱 枪身上有两个字体 紫雷 相比这就是这枪的名字了 目风收了枪 从乾坤戒指中取出了一块银白色的面具 戴在了脸上 这面具把鼻子之上的部分都遮挡了 只留下口鼻在外 为少年添加了两分神秘气息 这也没办法 他对外界的宣称已经是死了 不得不戴个面具免得暴露身份 目风抱起了柳千叶的尸体 随后骑上了蛇尾豹 一加暴度 蛇尾豹化为一道林中旋风 拖着目风奔向了林中 这蛇尾豹的奔跑速度真没话说 一小时跑个200多里真的一点问题没有 不过一个时辰不到 就载着目风回了安南城 看 蛇尾豹 好家伙 此幅九重的蛇尾豹 这家伙是谁啊 好厉害 竟然能收蛇尾豹当作祭 目风骑着蛇尾豹入城 引起了不少人的惊讶 而目风直接抱着柳千叶尸体 回到了目家 风得 你回来了 我正想去找你呢 咦 你手中抱着的是谁啊 目风一回了目家 就遇见了白子月和目狂 两人都正骑着两头异兽 准备出门 白子月骑的是头青色的巨狼 风狼 也是子府凶兽 目狂骑的是头血色猛虎 子府凶兽血金虎 这两头坐骑都是目风用玉兽环帮两人收的 进入安南岭中修炼也方便 带马吧又不适合入山 如今来安南城已经一年多 这两人的修为也达到了子府六中和五中 六中的是白子月 目狂反而落后了一步 一个在安南岭中去世的强者 对我有传功之恩 我带回家族安葬 你们先去修炼吧 目风解释了一下 两人点了点头 先骑着自己的坐骑赶向了安南岭 目风抱着柳千叶尸体来到穆家陵园 请人打造了一个陵墓 刻下老师之墓的字样方便以后祭拜 目风也留了个心眼 没有刻老人名字 免得将来那柳情过来寻找柳千叶时看见 惹不必要麻烦 安排好了柳情的后事之后 目风也开始骑着蛇尾抱又回了安南岭 出来也郁闷 目风自从对外界宣称死亡之后 在安南岭中待的时间比在穆家还多 安南岭中 一块巨石之上 目风盘膝坐在石头上 研究起了当得到不久的正文元祭秘书 雷霆巴荒踏 而下方的河岸草地上 蛇尾豹 蜂狼 血精虎在啃食一头肥大的河马 而白紫月和沐狂拿着鱼叉 悠闲地烤着鱼吃 而红棕白焦小天 在十多米宽的河水中嬉戏 戏弄一头鳄鱼 影天雷之力 凝聚雷纹 达到短暂的强悍爆发力 目风喃喃自语 随后运转了这秘术 只见他丹田之中 柳千叶为他凝聚的那一道雷霆之力 在体内游走 目风的体表 缭绕着一股淡淡的紫色雷光 一种苏麻之感传来 随后 周围空气中 也有一丝丝的雷电缭绕 汇聚向了目风 天地灵气中 包含了五行和其他的自然属性能量 除了金木水火土之外 还有风 雷 冰 光 暗 空间等种种能量 而雷霆八荒它只吸收雷霆之力 目风头顶上空 雷霆灵气汇聚 竟然形成了一道雷团 随后化为一道雷霆 弄插一声劈向了目风 啊 目风一声惨叫 雪白长发被劈得根根阳起 一股雷电之力涌入了目风体内 风哥 目狂白紫月吓了一跳 风哥这又是在研究什么名堂 两人跑过去一碰目风 也被电得手臂一麻 目风躺在地上直翻白烟 口中吐出一股黑烟 那股劈入他体内的雷霆之力 被那道紫雷闪电吸收 缓了一下子 目风才从麻痹中恢复 对目狂和白紫月挥了挥手 让两人不用管他 随后观察起了体内情况 只见那道紫雷闪电 吸收了刚才的雷霆之力后 又强大了不少 李玛 这婆秘书要修炼到圆满 得爱多少雷劈啊 目风心中一阵无语 按铃剪上说 修炼圆满需要凝聚八道紫雷纹 才能爆发八倍的威力 他现在体内只有一道 那是柳千叶帮助他凝聚的 不过越是强大的秘术 修炼本就越难 目风怎么会不知道 咦 你体内怎么又多了 古雷霆之力 这时一道清脆的女子声 又响了起来 西月沉睡醒了 月儿 你醒了 你不知道 我前几天 目风把遇见柳千叶的事情书给了西月听 那灵简也收入了修罗神域中 西月研究了这雷霆八荒榻之后 也露出了惊讶之色 这门秘术很强大麻 你若是修炼圆满了月经战斗都不是问题 不过这秘术也存在一个巨大缺点 西月脸色为宁说道 什么缺点 目风连忙问 反噬力 这秘术有巨大的反噬力 伤敌的同时 自己也会被反噬力所伤 是一门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秘术 第109章 一年苦修 秘术 能短暂的提升实力 必然会付出相应的代价 比如修罗血镜 燃烧精血会大幅度提升实力 同样的 会对身体造成多大的伤害 相比你已经体会过了 西月说完目风深有感触的点了点头 上一次用修罗血镜 差点玩完了他小命 他想起了柳千叶和柳琴对战的场景 没错 柳千叶也是使用了雷霆八荒塔之后 才被反噬 轰碎了五脏六腑而亡 不过依这门秘术而言 在修炼到大城之前 反噬力都不足以致命 你可以放心使用 对身体伤害肯定是有的 你先修炼 我试着研究下这门秘术 看能不能将反噬力用什么方法引导卸出 降低对你的伤害 西月随后又到 然后就没有了声音 得到了西月的这句话 目风就开始放心大胆的修炼 起了这门雷霆八荒塔 怎么修炼 而雷批备 每天修炼自己掌握的各种元气 再抽出一定的时间学习符文 单文 正文 气文 晚上练起修炼内功 时不时的去找凶兽战斗 磨练实战技巧 目风的时间被有规律的安排的满满的 没有一丝的松懈 转眼 下去秋来 寒冬又至 时间很快度过了大半年的时间 茫茫的白雪又覆盖了大地 覆盖了安南岭中 一片雪松林中 两名少年望着原处空地上那一人一兽的战斗 不敢错过一丝一毫 那是一头身高有三米的白圆 双臂有人的腰粗 全身覆盖白毛 力大无比 全是还缭绕着一股白色圆力 这赫然是一头宁刚进衣中的凶兽 白毛巨猿 少年身材挺拔 身高有1米85 17岁年龄 一头雪发飘荡在了雪景之中 身穿黑色紧身舞袍 他身发飘逸 躲避着这白毛巨猿的攻击 吼 白毛巨猿怒吼 巨大的拳头缭绕圆 狠狠地砸向了少年 少年脚步一踏 身子厚越而起 躲开了这白毛巨猿的攻击 砰 这一拳轰击在雪地之上 爆炸出了一个大坑 目风跃起瞬间 双指围曲一弹 射向了白毛巨猿 嗖 嗖 两道金色指径破空而去 刺透了白毛巨猿的护体钢器 狠狠地刺在了白毛巨猿的肉体上 留下两个血洞 这两个血洞虽然杀不了白毛巨猿 不过却是刺激了这祸的凶性 好 只见他体内原力汇聚 巨大的拳头竟然膨胀了几分 更显得粗大 一腿猛踏大地 身子砰的一声射向了目风 一拳轰出 白色寒冰全静呼啸轰出 这一拳威力惊人 恐怕就是人类您刚进阶的同阶无者也不敢硬抗 来得好 目风血色毛子中光芒一亮 只见他体表竟然有雷霆环绕 雷电缭绕在手臂中 空气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声音 体内八个气旋中的原力疯狂涌入了原脉 雷霆八荒踏 目风目吼 三步踏出 气势瞬间暴涨三倍 一股雷霆之力爆发 他将这股爆发雷霆之力汇聚在了手臂上 手臂上竟然凝出了三道雷龙须影环绕 吼 一拳轰出 隐隐有雷霆咆哮声 这一拳狠狠轰在了白毛巨猿的寒冰拳进上 砰 一股雷霆之力和寒冰原力爆发而开 方圆十米内的积雪爆炸而起 一股反噬力震的目风倒飞 目风身子在半空中一个后空翻稳稳落地 口角溢出一丝鲜血 他竟然接住了这惊人一击 这大半年苦修 他不但将符文 单文 正文 细文都修炼到了二阶 修为也刚进入了子府八重 雷霆八荒踏小城境界 哈哈 到我了 一旁的一袭白衣的白子月一声长笑 手提四尺清风 提表白色元气缭绕 身子化为一道白色剑光劈向了白毛巨猿 速度极快 一片剑影笼罩了白毛巨猿 一人一人战斗在了一起 目风扶下一科学单 手提神文笔刀 以大地为基 在地上刻画出一条条线条 很快 一个阵法在地面刻画完成 目风进入阵途中 这阵法散发一股白光 笼罩了方圆两米位置 形成了一个保护结界 这是一个二阶的防御阵法 可以勉强抵挡一段时间 您刚进强者的攻击 他坐在阵中开始恢复伤势 很快 白紫月被全境震飞 目狂大笑一声 又接着去和白毛巨猿战斗 可怜了白毛巨猿 成了三人的陪练工具 时间又过去了一个月 地上积雪未消 开春时节 几道身影躺在了雪地上 仰望着天空 任由那冰凉的白雪落在身上 目风 目狂 白紫月 等等 除了这三个好基友 还有一个是谁 咦 原来是白毛巨猿 出来也好笑 这三人每隔两天 就找白毛巨猿打一场 这打着打着 还塌压地打出了感情 猿猴累凶兽 最有灵性 目风头靠在白毛巨猿柔软的肚子上 伸手抓了一片雪花 少年刚毅的脸庞上露出了一抹笑意 蜂哥 还有一个月就是开春 那皇家学院要开始春招了吧 俊秀少年白紫月靠在白毛巨猿腿上说道 是啊 还有一个月 我就可以见到他们了 目风眸子中露出了一缕温柔 姐 婉儿 原谅我没有给你们写信回信 终于要回去了 这次回去 我可得让那些小乔风哥的家伙好好吃吃苦头 目狂坐起身 扬了扬拳头 目风文言也燃烧起了一股斗志 那些轻蔑了他的目光 他会一一踏破 嘿嘿 一起 虽然我没见过他们 不过得罪了风哥 我白紫月手中的剑可不会让他好过 白紫月也笑道 好了 该回去了 回目家收拾收拾东西 我带你们去国都 目风站起了身 两人起身点了点头 吼 白毛巨猿也起身 似乎知道三人要走了 还颇为不舍 老原 我们走了 以后有机会回来看你 这个我送给你 目风跳坐在了白毛巨猿肩上 摸了摸对方的头 他拿出了一瓶丹药两块零食给了白毛猿 药瓶中是九颗二阶血丹 还有一颗三阶血丹 白毛巨猿接过 呜呜两声 望着渐渐远处的目风三人 目风三人向他挥了挥手 骑上了坐骑 留下一露雪尘 吼 白毛巨猿捶打胸膛 大吼相送 见三人身影消失 他才拿着目风给他的东西 烤入了雪林深处 世间万物 谁能无情 第110章 在回国兜 穆家大厅之中 少主 你要回国兜了 目风三人回来收拾好之后 就向穆海等人辞别 少主 现在离皇家学院春招还有一段时间啊 也不用着急现在就走吧 福伯等人也说道 对目风的称呼都变了 在他们眼中 目风未来早晚会是穆家真正的主人 时间也不短了 而且我先回国兜 也还有一些事情要办 海淑 福伯 这一年多礼 承蒙照顾了 目风对两人抱拳公身一礼 行了个晚辈之礼 目狂 白子月连忙跟着一起行礼 少主这是说的哪里话 你能来我们分家 都是我们分家的荣幸 目海福伯连忙扶起几人 眼中都有欣慰之色 目风手中光芒一闪 出现了一个玉瓶 瓶中有一颗丹药 赫然是一颗四阶的血丹 原丹强者精血凝裂 四阶血灵丹 目风身上也只有五颗 海淑 你已经您刚进大天位多年了 这是一颗四阶灵丹 或许可以说明你突破当下瓶颈 目风笑道 放在目海手中 四阶灵丹 目海手一颤 震惊望着目风 这一颗四阶灵丹 怎么也值个十万金币 少主 这可使不得 目海不敢要 太贵重了 四阶灵丹 南陵国市面上都看不见 只有一些大型拍卖场 偶尔能看见 使得 若是这颗血灵丹 能帮助到海熟 这才是它的价值所在 你就收下吧 目风握紧目海的手 随后又取出了一个皮带 拿给了福伯 福伯 这里面有五块零食 也是送给你 少主 多谢少主 福伯老眼为红 感激一礼 我这里还有一本玄阶元祭 三本黄阶元祭 都送给家族了 海熟 交给你了 凡是穆家杰出弟子 都可以修炼 目风又拿出在火焦洞中得到了元祭 交给了目海 听到玄阶元祭的时候 两人都露出了狂喜之色 玄阶元祭只有宗家有 他们分家可没有 少主 这不行 未经宗家主允许 不能传玄公玄祭给分家的 惊喜之后 目海又推辞道 放心 这不是宗家玄祭 我自己得到的 你们放心收下 目风笑着解释 两人闻言后 这才放心收下 目风随后又去了陵园中 陵园中有一百多所星目 都是这今年而立 这些人大多都是死在一年多前的那次刺杀之中 其中就有目中 白紫月跪在目中坟前 眼眸微微红润起来 默默烧着纸 她和目中感情很深 目中算是她的第一个引路老师 目风目狂 也默默跪在一旁 中熟 小峰 紫月 小狂 我们三个要走了 以后就不能常来看您了 您放心 这次我们回国都去皇家学院 等学成之后 您的仇 目家军的仇 父亲的仇 我一定会报 避图难好老狗 目风声音低沉说道 中熟 我陪风哥走了 您放心 我会好好跟着风哥学习的 您是我的第一个老师 紫月这辈子也不会忘了您 您在黄泉看着 终有一天 我会成为那遥游天地的剑仙 给您长脸 白紫月三个大响头咚咚磕下 眼泪流了下来 目狂则是默默磕头 他嘴笨 不知道该说什么 三名少年起身 一人拿起一大坛姓花村 在这些坟前一一撒下 最后留了一口 三人站在这些陵墓前 目风朗声道 目家弟子 坦荡存世 脊梁不屈 白紫月和目狂随后怒吼 三人将最后一口酒喝下 砸了酒坛 转身离开 三名十七岁的少年 骑上了暴狼虎骑 狂奔消失在了陵园前方的大路上 春风又起 枯了秋冬的长柳渐起星绿 王董少年不知愁 一人苦等春秋 三人策马行天下 都市血泪离愁 今朝春花剑刺行 再占人生情愁 从安南城到国都 一共一千多里的距离 目风本可以踏郊飞至国都 不过那就显得在招摇 容易人注意 不过三人骑坐的都是子附近的凶兽 不说战斗力强不强大 一天一夜奔袭一千多里 是没有问题了 第二天的中午 南陵国都的轮廓 已经出现在了地平线上 三人骑着凶兽 望着那植服在大地上 人口径千万的黑色巨大长池 说不出的感慨 南陵国都 我目风又回来了 戴着面具的目风喃喃自语 血色瞳孔之中 说不出的感叹 上一次离开 他背负废物之名远走安南 这一次回来 他势必要一雪前耻 这就是南陵国都 好大啊 白子月望着城门口 穿流不斜来往的人群 喃喃自语 嘿嘿 大巴 这南陵国都 可是南陵国最大的城池 我们沐家就是其中的一个大家族 沐狂自豪笑道 走吧 我们先回沐家 沐风一家舌尾豹肚子 舌尾豹向前奔去 两人随后跟上 城门处有不少军队巡逻 三人进入了城中 在街道上缓步而行 白子月四处好奇打量 像他们这样有凶 受为坐骑的人不在少数 三人也没引起别人的注意 国都中各大势力与龙混杂 子府进修炼者 您刚进修炼者不在少数 在这里 只有元丹境界的强者 才算得上是巅峰强者 是南陵国修炼界最繁华的地方 而就在这时 街道上一队人马骑着售骑快骑奔过 后面还有一辆豪华马车 街道上的人群 都是两边快速的闪躲而开 让开让开让开 前面一鸣骑着领马的大汉怒吼 手中持有一根长鞭 挥动在前面开路 沐风三人也骑着坐骑 连忙骑到一旁让开 不过白子月让慢了一步 被对方的长鞭不小心抽中了脸 脸上留下了一道鞭痕 李大爷的白子月脸上一阵蜡痛 眼眸一冷 身子跃起 一把抓住了挥动的长鞭 一下子将马上大汉拉滚了下来 这大汉一声惊呼被拉下马 后面的人马都是连忙停住 后面一体领马没及时停住脚 狠狠踩在了那大汉身上 痛得大汉一阵惨嚎 后面马车也急忙停住 一阵颠簸 怎么回事 这中传来一阵女子的交喝声 第一百一十一章 南陵公主 后面的豪华马车之中 传来了一名女子的交喝 而前面的十多名护卫 直接把白子月围了起来 木封建这一木头就是一阵大 为什么这车队在南陵国大街上 都如此畅狂 这车队后面的马车上 有一黑虎图腾 这是南陵国皇室的图腾 也就是说 这车队是皇室的车队 小子 你敢对我们出手 刚才被白子月拉下马的大汉爬起身 一脸怒火地走向了白子月 白子月摸了摸被抽打血红的脸 毛子中露出了一缕锋芒 手握住了腰间的剑柄 随时都有杀人的准备 这男子一手抓向了白子月 白子月就要拔剑的时候 木封一把握住了白子月的手 同时一脚狠狠踢向了这男子 哼 木封这一脚是大力尘 踢在了这男子胸膛 将这男子踢飞出了七八米远 找死 其他护卫大怒 就要准备出手 已经拔出了腰上的刀 不过这时 一道身影缓步走了过来 他面若桃花 秋水为谋 十七岁的年龄生得美艳动人 身穿一身紫色衣裙 双手叠放小腹前缓缓走来 小小年纪身上有一股高贵威严气质 一旁还跟着两名美貌师女陪伴 这些护卫一见这少女立马攻身行礼 恭敬道 公主 这少女竟然是公主 没错 她是南陵国主的三女儿 南维儿 白子月一见这女子眼睛都看直了 一瞬间 心跳都加速了起来 而沐风面俱下的眼眸 一见这少女也有一丝古怪之色 怎么回事 南维儿过来贺问 秀眉一皱 还真有一股公主的威严 公主 这些的小子挡了路 让公主受了惊吓 请公主责罚 一名护卫恭敬说道 指向了白子月沐风等人 南维儿望了过去 只见白子月竟然痴痴地望着自己 冷恒了一声 白子月脸颊一红 这才收回了目光 她随后又望向了一旁 戴着银色面具的白发少年 又不由得多看了两眼 谁挡的路 拉出来打断腿 车队继续前行 南维儿瞟了两人一眼之后 随后转身就要回到马车上 莫 其他人应是 随后凝笑地望向了两名少年 唉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竟然在国都得罪皇室 是啊 虽然说如今皇室的权力被削弱了许多 可毕竟还是南陵国最强大的势力 估计是外来人吧 其他围观之人议论纷纷 小女子 两年不见 这脾气还长了不少啊 这时一道淡淡的声音传来 让南维儿脚步一顿 郊躯都是一顿 面上露出一丝震惊 随后她转身望向了那两名少年 刚才谁说的那句话 南维儿声音微微颤抖 问道 小女子 怎么 现在学会动不动就断人腿来彰显你皇室威严了 面具下的少年略带譏讽说道 你 你是谁 你是谁 南维儿望向沐风惊问 沐风淡淡一笑 随后走向前去 保护公主 其他人挡在了沐风身前 不过沐风体内突然散发出了一股强大的凶威 逼迫开了这些护卫 没错 就是凶威 当然 这股凶威不是她的 而是小白教小天的 小白宁刚进的凶威 逼得这些人不由得后退两步 震惊的望向沐风 不过这是一名黑衣中年 挡在沐风面前 面对小白散发的气势没有一丝雀弱 这是明明刚进高手 沐风望着这人眉头一皱 纵熟 你让开 而这时他身后的南维儿却是下令道 中年男子文言让开了半步 退后在南维儿身后 少年走到了南维儿身前 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举动 只见他竟然伸手捏住了南维儿的脸 还特么扭了扭 手感弹性滑润 肌肤细嫩 小女子 你脾气长大了啊 少年信誉说道 不过这脸倒是比以前瘦了许多 南维儿震惊地望着戴着面具的白发少年 美眸中的神色很复杂 而其他的人已经是看呆了 这小子 竟然光天化日调戏公主 咦 你没有死 南维儿身子微微颤抖说道 这个称呼 这个动作 只有那的混蛋才会对他做 沐风有些留恋地收了手 笑道差一点死了 混蛋 你出事之后 怎么一点也不联系我了 是不是嫌弃我了 南维儿美眸红润 随后咬牙 伸出了粉拳狠狠打向了沐风胸膛 这一拳的无力 怎么看都是像小情侣之间的打情骂俏 随后竟然一把抱住了沐风 低声抽气 这他们的什么情况 其他人一脸蒙逼 已经实话 沐风被南维儿抱着 一阵无语 他连婉儿他们都不能联系 更何况南维儿 若说这南维儿和他什么关系 也是青梅竹马从小长大的玩伴 不过却不是恋人关系 很好的朋友 都说黄世人薄情寡义 不过这南维儿对沐风这个朋友是真的很好 沐风费卖之后 他也寻找过医疗沐风的办法 好了 你可是公主 这大街上的抱着一个男子哭哭啼啼的 可会让别人传出笑话的 沐风拍了拍南维儿的乡间 南维儿擦了擦眼泪 一双美眸凳向了周围人 喝道 谁在看我挖了谁的眼 其他人闻眼转过头 装作没看见的样子 封 封哥 你和这卫元姑娘认识 这是白紫月走过来问道 眼睛一直不离南维儿 嗯 她是南陵国三公主 南维儿 维儿 这是我朋友白紫月 那个是沐狂 你认识 沐风介绍道 嘿嘿 见过维儿公主 拜见公主 两人连忙衣礼 南维儿对两人淡淡一笑 白紫月有些看吃了 这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会有那个传闻 南维儿问道 沐风望望望周围 道这里人多眼杂 我们到一辟静之处再谈吧 南维儿点了点头 望向了周围店铺 不远处就有家茶楼 几人随后走向那家茶楼 要了个包间雅座 几人落座之后 沐风才大概的说起了这些年的一些遭遇 有些省略 有些避而未谈 也让南维儿大概知道了情况 得知沐风原脉恢复之后 南维儿也很高兴 沐家和皇室关系是非常亲近的 不然沐家怎么会如此忠于皇室 维儿如今皇室情况如何 沐风问道 提到这的问题 南维儿脸色凝重了起来 第112章 盼主求荣 不荣可观 南维儿脸色凝重道 这些年我那三属野心越来越大 朝堂之上 几乎都是他一人说了算 许多将军 大臣 都有已经是他的人了 南维儿俏脸冰寒 所谓的三属 指的自然是南豪 怎么 国主的伤还没有一点好转吗 沐风皱眉道 南陵国主多年前练功突然出了叉子 反是受了重伤 一直没有恢复在闭关疗伤 不然也不会有南豪蹦搭出来 霍乱朝野 父王的伤不但没好 反而越来越严重了 其实我们怀疑 父王的伤和南豪脱离不了关系 不过怀疑又能怎么样啊 南维儿苦笑摇头 以前南陵国 有沐天这第一将军忠于皇室 南豪还不敢太乱来 沐天被他害死后 国主又重伤 南陵国谁还是南豪对手 南豪之所以一手遮天 除了权力 还有他自己强大的实力 那个狗贼 早晚有一天我会杀了他 沐风一着眼眸 露出了森冷杀机 南维儿知道沐风对南豪的仇 沐风的父亲沐天 也是他父亲南陵国主的挚友 你打算以后怎么办 去皇家学院找婉儿吗 南维儿问道 没错 你呢 不出意外 我也会去皇家学院吧 南维儿说道 一旁的白子月文言眸光一亮 激动道 好啊好啊 我们一起去 维儿 我的事你别泄露出去 好了 我们改日约各地方再聚 刚来国都 我也要先回家族一趟 沐风说道 南维儿点头 随后几人相互告别离开 而白子月望着南维儿的背影 直到消失不见 别看了 人走远了 沐风一拍白子月额头笑道 嘿嘿 风哥 那个公主真好看 白子月收回目光笑道 喜欢不 喜欢就追啊 沐风坐下 喝了杯茶水笑道 呃 这人家是公主 我只是平民啊 白子月摸了摸鼻子 有些苦涩说道 公主怎么了 喜欢就追 怕啥 皇室的江山也是修炼者打下来的 我老爹帮南家打下的 他南家几百年以前也是平民 你白子月将来可是要成为见仙的人 连个公主都不敢追 沐风笑道 一番话说的白子月热血沸腾 追就追 风哥 我可不会给你丢脸 白子月被这么一击 一拍桌子豪气冲天道 随后她又挠了挠头 不好意思道 不过这可要怎么追啊 哈哈 不懂了吧 等有时间我把她约出来 你们多说说话 多逗逗人家 带她去吃吃饭什么的 走吧 我慢慢教你 维尔这丫头啊 她最喜欢 三人也离开了茶楼 边走边聊着 其坐骑向沐家狂奔而去 到了沐宗家门口还被拦截 不过沐狂拿出了家族弟子的身份权杖之后 也直接被放行 回到了沐家 沐风第一个就是去拜见自己大伯 沐尘 大厅之中 风儿 你要回来怎么不提前书信告知我 我好亲自去接你 你在路上有什么意外怎么办 沐尘责怪说道 大伯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对了 家族情况现在如何 沐风笑道 随后问 不过对于自己大伯对自己的关心 她还是出自内心的感动 唉 南豪打压越来越过分了 家族的许多产业都被南豪查封关闭了 要不是你上次送来的那批金币 恐怕家族日子更难过 沐尘叹息一声 沐风眉头一皱 他身上也没多少钱了 只有不少零食 虽然那的更是值钱 不过沐风想留着修炼用 家主 张全旦大师求见 这时外面一名家族护卫进来说道 哦 快请 沐尘文言 连忙说道 张大师就是沐家供奉的那的二阶文道师 是精通单文 沐风又戴上了面具 坐在一旁 不多时 一名身穿黑色火云纹道袍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 沐尘起身相迎 笑道 张大师 不知你来有什么事吗 这中年男子头发微微枯黄 显然是长期接触单火的缘故 面容发黄 相貌普通 沐家主 对不起了 我是来向你辞别的 张大师露出一丝歉意笑容说道 辞别 这是什么意思 沐尘文言笑容一致 说道 没什么意思 沐家水太浅 自己都快渴死了 怎么攻得起我们张大师呢 而这时又传来一声娇笑声 一道流光从外面天空飞来 化为了一道残影 出现在了大厅之中 这是一名身穿红衣的女子出现在了厅中 此女面容美艳 狐狸眼勾魂射破 身段恶魔多姿 散发成熟女人的魅力 此女散发的气势也是强大无比 正是一名元丹尽强者 陆出雪 你来我们沐家干什么 沐尘一见这人 立马没有了好脸色 此女正是男好手下几大元丹 供奉之一 陆出雪 沐尘 我可不是来找你的 看你那样 我啊 是来接我们张大师的 陆出雪摇曳深思 手搭在了张大师肩膀上交笑说道 张大师 这到底怎么回事 沐尘冷冽着眸子 望向了张大师 见有缘丹强者来接自己 张大师底气立马足了 挺胸抬手 道 对不起了沐家主 我已经答应了南豪王爷 成为北王府供奉 从今天起 我正是脱离了沐家 和沐家没有半点关系 沐尘文言眸子终燃烧起了怒火 冷声道 张全弹 你可知你有今天地位拜谁所赐 你当初不过是一个落魄少年 是我沐家发现了你的天赋 重金培养了你 让你成为了二阶丹文师 怎么 如今你要卖主求荣了 培养一个二阶丹文师 沐家不知也花费了多少钱 显然人培养出来了 这人竟然要走 还是投靠敌赢 张大师露出一丝讥讽 道别拿往事说事 我张全弹也为你们沐家做了不少贡献 如今你沐家已经落魄难以自保 你们还攻得起我吗 混蛋 沐尘大怒 身子一晃 冲向了张大师 他要杀了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 第113章 你没资格 这一掌拍来 带着棒驳气势 完全可以一巴掌拍爆这您刚进一中的张大师 张大师露出一丝惊恐之色 不过这时露出雪挡在了张大师面前 一掌红色圆力缭绕对碰过去 砰 两股澎湃的能量爆发 大厅中的座椅都被震碎 露出雪连连后退了好几步 冷冽望向了牧尘 贺道 牧尘你想开战吗 牧尘望着陆出雪 冰冷道 你给我滚开 这是我沐家的事 可笑 我现在已经脱离你沐家的 不是你沐家人了 我现在是北王爷的人了 张大师这是冷恒道 不给牧尘一点面子了 你 牧尘气得说不出话来 听见了吗 他现在是我们北王府的人了 你要杀他 可得考虑后果 陆出雪也讥笑道 白眼狼 牧尘气得脸色长红啊 这种背叛之事 任谁也会愤怒 大伯 算了 这种未不熟的狗我们沐家留之何用 走了就走了 而这时 一旁一直没有说话的 沐风淡漠开口了 陆出雪和张大师这时才注意到了角落那明面带面具 头发雪白的身影 露出一丝惊异 陆出雪的灵魂力探查向了沐风 想看一看那面具下是一张怎么样的脸 不过他的灵魂力却是无法穿透沐风的面具 沐风的面具也刻有原文 可以隔绝灵魂力探查 而圆丹境界的强者 灵魂力已经是通过修炼开启了的 上丹田灵台已经开启 可以灵魂力探查眼睛看不见的一些东西 很是玄妙 沐风走了过来 望向了张大师 冰冷道 你记住 沐家给你的一切 早晚有一天会收回 你也不过一个二阶丹文师 要滚就滚 我沐家不稀罕 小子 你是谁 我和沐家的事关你屁事 你以为你是谁啊 沐家如今没有了我提供丹药支撑 你们就等着破产饿死吧 张大师宁生说道 破产 可笑 你以为我偌大的沐家是要你来支撑 你既然对你的文道修为如此自信 可敢和我比一场 我们就比炼丹 你敢吗 沐风冷笑说道 一旁的沐晨文言露出了惊讶之色 诧异的望向了沐风 小风 他可是二阶的单文师 你 沐晨传音说道 他虽然知道沐风成为了文道师 可是最多不过是一阶文道师罢了 而张大师已经是二阶 无妨 沐风摆了摆手 望向了张大师 道敢和我比吗 张大师冷笑道 比就比 文道师比是有一个规矩 要拿出你的文道师资个徽章 你的徽章呢 沐风文言眉头一皱 文道师资个徽章 那玩意儿是文师殿发了 用来证明文道师文道资格 他没有去认证 自然没有 而张大师的胸膛上 那一袍上就有一个二条文杠的红色印灰 那就是了 我还没有 沐风淡淡道 哈哈 张大师文言露出了讥讽大笑 望向了沐晨 笑道 沐家主 你从哪里找来的这么一个愣头青 连文道师都还不是 你有什么资格和我比 沐晨文言脸色也微微难看 不过沐风却是淡淡道 不就是文道师资格 你等我歇十日 我去认证了就来和你比 真是好大的牛皮 别说等歇十日了 我今日就陪你去文师殿认证 只要你通过了 我就陪你比 不过说好 若是你输了 你沐家以后不但不能对付我 还得赔我十万金币 张大师冷笑道 要走了 他还要敲沐家一笔 好 可以 不过你输了 过了你的双手 怎么样 你敢吗 沐风直接答应了下来 你这血色毛子 露出一丝锐利锋芒 沐风如此爽快答应 让张大师和陆出血都是一刹 此人到底是谁 竟然这么自信 沐风的自信 让张大师有些犹豫了 不过他望向了沐尘 只见沐尘眼中全是担忧 心中当下一喜 若是这小子真有本事 沐尘怎么会有担忧 看来这不过是这小子的虚张声势 想为沐家讨回点面子罢了 好 我答应你 不过你带沐家能做主吗 张大师冷笑道 冷 沐风直接道 小风 你 沐尘还想劝阻 不过沐风对沐尘自信一笑 大伯相信我 沐尘望沐风自信的眼神 也不知该说什么 叹了口气 点了点头 不过他心中已经做好了赔钱的准备 而陆出血在一旁冷眼旁观 这人虽然一头白发 不过声音听上去非常年轻 似乎还是一个少年 看和沐尘的关系 两人似乎还是亲人 不过他也没怀疑是沐风 毕竟沐风在他心中已经死了 我们现在就去文师殿 我倒是要看看 你是何方神圣 张大师冷笑道 沐风不言 对沐尘点了点头 随后一行人直接一起离开大厅 而大厅外面还有一群人 都是沐家弟子 也有沐家长老 沐野 沐华等人 刚才听中知识他们自然也是知道了 一个个对张大师怒目而视 忘恩负义的小人 白眼狼 沐家人纷纷怒骂 而张大师跟在路出血一旁 直接无视这些沐家人要吃人的眼光 反而冷笑道 你们就留着力气 看你们沐家一会儿怎么输给我十万金币吧 他说完大不留心的离开 而沐家人目光又不由得集中在了沐风身上 除了沐尘沐野等少数几人知道沐风身份 其他人都是不知道这人就是他们家族少主的 哎 这人是谁啊 竟然提出这种鄙视 那张全蛋可是二阶文道师 他连文道师都不是 这样鄙视这不是坑害我沐家吗 不过家主已经答应 我们也没办法 都跟过去看看吧 若是输了就是十万金币 这不是雪上家伤吗 沐家人望着白发少年偷偷议论 不少人怨声在道 似乎都不看好沐风 认为这是给对方送钱 沐野等人毛子中也有一丝担忧 不过随后也跟了过去 而一大群木家人 也跟着一同前去 目标 文师殿 第114章 考核丹师 国都之中 势力无数 大小家族多如繁星 除了皇室 北王府 和一些一流大家族 有一个势力可以说超脱在所有势力之外 这个势力就是文师殿 一个由文道师组成的圈子 文师殿 位于国都南城区 占地200多亩 有许多大型建筑 比如单师殿 镇道殿 系师殿 服师殿等等 还有许多文道师居住的宅院 而在文师殿最前方 有一个黑色大六殿 名考核殿 这个大殿是文道师考核提升等级资格的地方 哈哈 育儿 怎么 你们几个今天来是准备考文道师资格了吗 考核殿中 一名灰衣中年男子对三名少年少女笑道 这中年男子虽然没有穿文道袍 不过他胸口上也有一个二阶的文道师徽章 嗯 孙淑 我准备考单文师 一名身穿淡紫色衣裙 容颜俏丽 下巴为尖的少女笑道 这少女看上去也不过十六七岁的年龄 肖店主知道吗 她知道恐怕会很高兴吧 会依中年笑道 她还不知道 不过我想给她一个惊喜呢 肖子玉笑道 育儿今年不过十七岁 就已经来考取文道师资格了 这份天赋让我等汉颜啊 一旁的两个青年捧笑说道 周围人也是责责称赞 肖子玉 文师殿中单文殿主肖殿主的孙女 文师殿有名的单文天才少女 而这时 外面走进来一大群人 这群人气势不凡 大步走来 认识这群人的都是连忙让开 露出了一丝敬畏 这不是穆家主穆臣 长老穆也他们吗 还有北王府的陆长老 这群人怎么走到一起了 他们不是水火不容吗 这几位可都是难得一见的圆丹靖强者啊 考核殿中的一阵惊呼 望着这一大群强者走了进来 那灰衣男子一见进来的这群人 脸色为变 戴上一丝恭敬 连忙走了出来相迎 抱拳道 穆家主 陆长老 不知你们来我们文师殿有何事 这几人都是元丹强者 虽然他也是文道师 不过也对这几人应有的尊敬 老孙 你快给这小子考核 我还等着和他比试呢 张大师也认识这孙姓男子 淡淡说道 张兄 这是怎么回事 孙姓男子望向了张大师疑惑道 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 还想和我比单数 不过他连文道师资格都没有 更没资格和我比了 我现在带他来考取文道师资格 看他怎么出丑 张大师一指一旁的白发面具少年说道 孙姓男子也惊讶地望向了这戴着面具的白发男子 露出一丝惊怡 孙大师就麻烦你帮他登记一下 牧尘抱拳道 好的 牧家主 你们稍等 小兄弟 你跟我来吧 孙姓男子带着沐峰走了过去 而萧子玉等人也疑惑地望向了沐峰 随后开始为沐峰登记 小兄弟姓宁 孙姓男子问道 沐峰犹豫了一下 随后道 枫叶 年龄 十七 什么 十七 孙姓男子露出了惊讶之色 那张全旦也是一愣 没有想到这家伙如此年轻 小子 你才十七 哈哈哈哈 你一个十七的小子就想和我二街单文师比试单数 谁给你的脸面来吹这个牛皮 张全旦激凤笑道 孙姓男子 和一旁的萧子玉等人也露出了惊讶之色 望向了这戴着面具一头雪发的少年 张全旦怎么也是二街单文师 这小子才十七岁就向张全旦挑战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还连闻到诗资格都没有 焦子玉身后的一名黄衣青年也不由得譏讽笑道 焦子玉美眸一眯 望着这气定神弦的少年 也有一丝不敢置信 好了 等计好了 你要考单文师是吧 孙姓男子问 沐峰点了点头 刚好 你和我育儿可以一起考核 你们两跟我一起来 孙姓男子也没有多说什么 叫上两人 来到了两尊黑色丹炉面前 其他人也跟着走了过去 围观两人的考核 这叫枫叶的才十七岁 就和张全蛋比试 这不是向人家送钱吗 是啊 真没想到这小子竟然如此年轻 家主他是怎么想的 跟着过来的沐家之人也不由得抱怨了起来 而沐峰和肖子玉各自来到了一尊丹炉面前 那孙姓男子道 考核一阶丹文师 需要炼制出三种不同的一阶丹药 材料自备 种类不限 时间为三珠香 两人文言自个坐在了丹炉之前 双手之中燃烧起了一股白色圆火 要成为丹文师的一个必备条件就是要成为此附近舞者 不然连圆火都无法催发 如何成炼丹 沐峰将圆火燃烧在丹炉下方 鲜文炉之后 取出了一株药材丢入了丹炉之中 这是一株止血草 随后又丢了两株药材 三株丢入炉中之后 沐峰开始炼化了起来 肖子玉望着沐峰开始炼化 露出一丝惊讶 一般的一阶丹药都是一种药材炼成 沐峰放了三株 不知再要炼什么丹药 随后他自己也取出了一株药材 丢入了炉中开始炼化 而其他人在十米之外围观 不少人都是一脸嘲讽地望向了那百法少年 似乎在讥讽他的不知天高地后 牧尘等牧家人也围在外面 而张全蛋在露出血身旁双臂还胸而抱 一脸的嘲弄之色 时间缓缓过去 肖子玉额头上露出一丝汗水 随后他手中的圆火温度一降 炉中丹药成形 随后他拿出了一只红色笔刀 吸睛墨 一手控火保持温度 一手提笔刀在丹炉上轻绘丹蚊 走笔熟悉 没有一丝晦涩 显然是练习的熟透 他额头上露出一丝丝香汗 精神力高度集中 不让自己有一笔出错 很快 丹蚊会出 一股光芒在炉中闪烁 丹蚊之力包裹丹药 蕴养出了一道丹蚊 成了 肖子玉露出一抹笑意 一拍丹炉 一颗红色丹药飞出 被他装入了玉瓶之中 好 子玉 好样的 不愧是肖店主的孙女 我看他考核一定能过 其他人都赞叹说道 反观沐风呢 竟然还没有开始绘画丹文 还在练画 第115章 叫我哥啊 哈哈 你们看你们看 那小子竟然还在练画 一颗丹药都没练画出来 他不会连考核都过不了吧 是啊 子玉都开始练第二颗丹药了 他竟然练丹文都没开始会 若是连考核都过不了 还想挑战张大师 这乐子可就大了 其他人都是议论纷纷 对还在练画的沐风指指点点 而沐风呢 命举之下的脸庞依旧气定神弦 不急不躁的练画炉中药材 又过了半珠香的时间 此时的肖子玉炉中第二颗丹药已经成形 准备开始会第二颗丹药的丹文了 他瞟了一眼沐风 雪白的嘴角露出一丝不屑 沐风竟然第一颗丹药还没练成 而现在时间已经过了一半 现在的速度 他是不可能在三珠香的时间中练画出三颗丹药了 而这时沐风也终于提起一旁的笔刀 吸上筋墨 开始和肖子玉一起会丹文 沐风的走笔也引起了其他文道师的注意 露出一丝惊讶 因为沐风走笔也是行云流水 不输练习多年的肖子玉 从这点来看 他估计也是修炼了文道有些岁月 可是为何这炼画丹药的速度如此之慢 按他的速度 已经是不太可能在规定时间完成三颗丹药的考核了 时间又过去了半珠香 这时两珠香时间过去了 肖子玉一拍丹炉 又一颗绿色丹药丹文成型飞出 他又看了一眼沐风 露出一丝激缝 这位大哥竟然还他们的在会丹文 怎么滴 大哥 你呀的炼画个药材要比别人时间长 会丹文速度也要慢别人几条街 这不是慢工出细活 是有时间规定的 肖子玉开始炼画第三颗丹药的药材 而沐风还他们的在会丹文 你大爷的 急死人了 哈哈哈哈 炼画速度慢就算了吧 会文也如此慢 小子 人家两颗丹药都好了 你一颗丹药都没炼出 你别连资格都考取不了吧 还想挑战我 真是无稽之谈 天大的笑话 张大师已经是大声讥笑出声 而沐风依旧会着丹文 不过口中却是淡淡道 你一条忘恩负义的狗 有什么好的意的 你信不信我改了赌资 直接要了你的命 赌资 你还好意思说赌资 你有资格和我赌吗 你连文道诗都是成不了 张大师冷笑道 成不了 沐风嘴角一扬 没有说话 而一旁的肖子玉 已经炼画好了第三颗丹药 开始会文 噔噔噔 而这时 三声拍炉声响彻全场 只见沐风一收笔刀 手拍丹炉三声 三道流光从丹炉之中飞出 沐风手一挥 一股元气外放 只见三颗不同颜色的丹药悬浮在丹炉上空 一股药相弥漫在当场 所有人看呆了 愣愣地望着沐风丹炉上方的丹药露出了震惊之色 而肖子玉也停下了最后的会文 不可思议地望沐风丹炉上方的丹药 所有人愣住了 孙姓男子呆住了 那张大师蒙逼了 三颗丹药 他 他什么时候炼画出来的 不可能 他明明才会好一颗丹药的丹纹 怎么炼画出了三种丹药 在场人震惊了 不可思议地望着沐风 沐风把丹药装在三个药瓶中 随后起身 覆手而立 站在丹炉一旁 而另一边的肖子玉还刚开始会第三颗丹药的丹纹 沐风足足比他快了半炷香 孙姓男子连忙走了过来 打开沐风的三个药瓶 只见瓶中丹药颗粒饱满 丹纹清晰 分别是疗伤丹 培缘丹 解毒丹三种丹药 三颗丹药完好有效 孙姓男子检查之后 惊异地望着沐风 朗生说道 华真的练出了三种丹药 他怎么办到的 不可思议 在场之人都是一阵哗然 而张大师死死望着沐风 一脸的不可思议 张大师大步走了过来 拿着沐风丹药观看 只见这丹药色泽明亮 药香十足 不但是一阶丹药 还是一阶中的上品 不可能 你明明才练了一种药材 会了一种丹纹 怎么可能出了三种丹药 老孙 他作假 张大师冷声说道 指责沐风作假 作假 沐风眸子中露出一丝激缝 道 瞎了你的狗眼 众目睽睽之下 我如何作假 谁给你说 我只练画了一种药材 只绘画了一种丹纹 什么 难道你之前投入了三种药材 难道是这三颗丹药的不同药材 你在同时练画三种药材 绘画三种丹纹 所以这两个步骤你才如此之慢 孙姓男子眸子一瞪 震惊说道 沐风点了点头 这不可能 这 这需要和其强大的灵魂力和掌控力 你怎么可能办到 张大师还是一脸不敢置信 不可能 若不可能这三颗丹药我如何练画出来 我不知道谁才是井底之蛙 不知天高地厚 沐风冷笑说道 张大师气的面色长红 而这时 那萧紫玉才将第三颗丹药练画出来 比沐风慢了半炷香的时间 而萧紫玉眉眸之中也全是震惊地望向了沐风 虽然同样练出了三种丹药 谁的丹数很高 一分高下 小子 别的意 你现在不过是一阶闻道师 我可是二阶闻道师 我可不会和你比练一阶丹药 这败的人 一定是你 你沐家就准备好十万金币吧 张大师争鸣说道 狗贼 你也准备好多手 沐风淡淡说道 这时他望向了孙姓男子 道 前辈 现在我算是闻道师了吗 算 算 从现在起你就是闻师店公认闻道师 一会儿我们会为你制作好徽章 还有你 玉儿 从现在起你也是一名闻道师了 孙姓男子对两人道 萧紫玉脸色有些不好看 撅起了小嘴走了过来 一双眉眸望着沐风 问道 你是怎么办到的 同时练画三种药材 会三种单纹 沐风望了一眼萧紫玉 嘴角一扬 笑道 你想知道 叫我哥啊 不说算了 不过枫叶 我记住你了 萧紫玉迎牙暗咬 露出一丝脑目 好了小子 少得意 现在到我们比试的时候了 第116章 不可能赢 张大师望着沐风 咬牙切齿说道 他还不信 一个17岁的小屁还真能炼制出二阶的丹药 怎么 你这么着急剁手 沐风冷笑道 是你沐家准备好那十万金币吧 张大师讥讽 随后他对在场之人朗声道 各位 这个小子提出要和我比试文道师单数 也请在座的各位为我们做个见证 他若败了 沐家就要赔偿我十万金币 嗨 张丹师 你不是沐家供奉吗 这是怎么回事啊 顿时有闻道师不解问道 张大师文言语言一结 不知道该说什么 而这时沐风淡淡道 这条狗是我沐家培养起来的 像必大家都知道 如此这条狗要判主 投奔乱臣贼子 背叛我沐家 我枫叶也是沐家之人 特意和这叛狗比试丹树 他若败了 就得剁掉双手 小子 你说谁是乱臣贼子 这是陆初雪大怒 站出来交贺道 毛子中杀鸡缭绕 谁是乱臣贼子 你们心中没点B数 非要我点破 沐风反击 李找死 陆初雪体内火红色原力缭绕体表 散发出了一股强大气势 直逼沐风 李放肆 沐晨挡在沐风前方 一股更强大气势押向陆初雪 沐野 沐华两名人单强者也靠了过来 三对一 陆初雪其实立马落了下风 望着三人 毛子中权是愤怒 沐晨他就对付不了 更何况加上沐野沐华 最终 他还是散去了能量 望向了张全蛋 但莫道 张大师 你在沐家完全就是屈才 让他们好好见识见识你真实的才干 陆长老放心 你就看沐家如何输给我十万金币吧 张大师冷笑 废话真多 直接开始吧 沐风淡沫说道 直接走向了那丹炉 张大师气得咬牙 也走向了另一个丹炉 而其他人也彻底听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有意思 沐家培养出来的丹文师竟然背叛了沐家 投靠了北王府 这也说明如今沐家真的不行了 留不住人了 是啊 北王府势力越来越强大 早晚有一天这南陵会彻底变天吧 呱 小声点 以免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店中的围观者们巧声议论 望着两人坐在丹炉前 大多数人都露出了一丝质疑 沐风三药同炉而出的手段虽然有些惊人 不过这二阶丹药可没那么好炼制了 这17岁的神秘少年 真能炼制出二阶的丹药 大多数人都是怀疑态度 两人正坐丹药炉前方 手中都燃烧起了圆火 在丹炉下方熊熊燃烧 带炉再次温热之后 两人几乎是同时投入了一株药材 进入了丹炉之中 开始炼化 炼制二阶丹药 一般都需要两种不同药材 二阶丹药的难炼之处 在于两种不同药材的融合 一旦控制力不恰当 融合出了错 丹药就炼废了 这药材融合 是最考验丹树功底的 一般没有几年的钻研 不太可能达到这种技术 然后就是丹纹了 二阶丹纹更需要强大的灵魂力 也更复杂难会 越复杂的丹纹 越容易出错 只要有一笔失误会错 那丹药同样是废了 所以说文道师每一阶的提升 地位都有很大不同 这提升一阶的等级 并不是说提就提的 背后有文道师多年的苦修结果 张大师炼化着炉中药材 很快 这第一种药材炼化成了药液 随后他把药液分离在一旁 悬浮在炉中 然后是第二株 他又开始炼化第二株药材 反观木峰那边 依旧是不快不慢的炼着 同样在一株株荣炼药液 按班就步 孙叔 你说那小子能炼制出二阶丹药吗 焦紫玉不由的问道 怎么可能 紫玉 这个年龄能炼制出一阶丹药 已经很了不起了 怎么可能炼制出二阶丹药 一旁的黄一青年摇头道 我也不太信 另一个青年一阶丹文师也说道 孙姓男子眉头一明 眯着眼睛道 不一定 就凭他之前三药同城的控制力 或许他真能炼出二阶丹药 可就算是炼出又如何 您不是说过 那张全弹的单数已经快突破到三阶了吗 已经能炼出二阶上品丹药 那小子最多能炼出二阶下品丹药吧 黄一青年又道 同样的二阶丹药 也有好坏之分 下品最次 上品高 嗯 我不怀疑这少年能炼出二阶丹药 不过要赢张全弹 的确是不太可能 孙姓男子点头 牧尘等人也是眉头皱起 有一丝担忧 这张全弹是牧家培养的 他的天赋牧尘也清楚 七级魂力 有可能成为三阶丹文师的天赋 所以当初牧家一发现他 就大力培养起来 可惜 如今这狗未肥了 确实要跟别人跑了 为什么说这魂力高低合成就挂钩 很简单 魂力低了 你会不出更高的道文 七级魂力 最高可以会出三阶圆文 当然 这不绝对 修炼到圆丹竞后 魂力会随修为提升 以后只要境界高了 魂力随之高了 也能克更高的道文 不过要修炼到圆丹竞 这难度不比成为三阶文道师弱 整个国都千万人口 才多少个圆丹竞强者 不会超过一百个 很快 两人都到了惠丹文的地步 张大师一只手控火温丹 一只手提笔惠文 动作行云流水 而另一边 沐峰惠笔也是龙飞凤舞 小小年龄 却是表现出了一种 从容自若的气度 近十分钟的惠文 两人额头都出了汗水 可以想想看 二阶丹文多复杂 十分钟可以会出多少文理 而这惠文又不能一笔出错 还有先后规律 这文道师文道师 最难的还是这文之一字 普通人要记下画法 恐怕就需要一两年 学会画法 时间更长久 终于 张全弹收笔 一拍丹炉 砰的一声 一颗黄色丹药从炉中飞出 这丹药落入了张全弹掌中 散发一股药箱 上面还有两条扭曲丹纹 四则明亮 这赫然是一颗二阶上品丹药 小子 你输定了 第117章 你剁手吧 张大师拿着手中丹药 朗声道 黄明丹 二阶上品丹药 此丹能快速地补充人的体力 而且还有一定的解读效果 张大师说完 他把丹药拿给了孙姓男子 道 老孙 你艳艳 做个证明 孙姓男子拿过后 观其色泽纹理 再绣其香 随后点了点头 道 没错 的确是二阶上品的丹药黄明丹 张全弹真能练出二阶上品圆丹了 看来这家伙离成为三阶丹药不远了啊 是啊 看来那小子是输定了 其他文道师精益说道 砰 这时目封一拍丹炉 炉中飞设起可以一颗丹药 这也是一颗黄色丹药 而这颗丹药 散发的药箱没有黄明丹明亮 陷暗黄之色 目封接过了丹 淡淡道 二阶丹药 壁谷丹 什么 壁谷丹 哈哈哈哈 竟然是壁谷丹 在场之人文言一愣 随后不少人竟然哈哈大笑了起来 笑声中全是机缝 竟然拿二阶中最差的壁谷丹来比 这家伙输定了 是啊 壁谷丹虽然是最常见的二阶丹药 不过也是最不值钱的二阶丹药 按价值来说 目封已经输了 在场有丹文师讥讽笑道 哈哈哈哈 目封 你果然只能炼制最差劲的二阶丹药 你败了 我一颗黄明丹 价值比你两颗壁谷丹还珍贵 张全弹得意说道 壁谷丹 二阶丹药中最不值钱的丹药 也是最常用的 这丹药只有一个作用 抗恶 提供人体需要的五股能量 服用一颗壁谷丹 人可以三四天不吃东西也不受影响 这种丹药是许多人赶路啊 探想阿常备的丹药 和压缩般丹梁没有区别 莫仙狂 目封淡淡道 随后把这壁谷丹交给了孙姓男子 孙姓男子叹息一声 在他心中 输赢已定 不过他还是接过目封这壁谷丹观察起来 嗯 可是这一看 孙姓男子面色竟然凝重了起来 最后露出了震惊之色 望着目封 他随后又好好的观察 脸色越发震惊 其他人望着孙姓男子脸色的变化 感觉有些不对劲 难道 这壁谷丹有什么不正常的 张大师眉头也是一皱 终于 这孙姓男子望着众人说道 这的确只是一颗壁谷丹 呼 众人闻言心中一松 他们还以为有什么异常 不过 这是一颗胃三阶的壁谷丹 换句话说 这颗壁谷丹的等级 已经达到了二阶级品 不过随后孙姓男子又缓缓说道 他毛子中都有一丝震惊 什么 胃三阶丹药 在场人闻言愣住了 随后一阵精华 老孙 不是吧 壁谷丹怎么可能练出胃三阶丹药 是啊 老孙 你没看错吧 在场有人质疑了 张大师也是一脸不敢置信 不可能看错 大家看 孙姓男子拿起丹药 道这是两条显文 大家都看见了吧 可是这里还有一条暗文 你们看 孙姓男子把丹药给一个丹文师 果然 在他说的两条显文中间 还有一条细 但不容易发现 可又存在的暗文 还真是为三阶丹药 这丹文师惊呼 随后另一人接过 大家都看过之后 才确定 这的确是一颗二阶极品的壁谷丹 又名为三阶 所有人望向沐峰的眼神 瞬间就变了 不可思议 震惊 竟然能把品阶最低的二阶丹药 练出极品水准 这丹数 在场二阶中谁能比 不可能 张大师走过来 一把拿过壁谷丹 观看了起来 不过随后也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色 身子气得微微发抖 怎么可能 真是二阶极品 二阶极品 这么说 风儿赢了 沐家的人都露出了激动之色 狗贼 你败了 剁手吧 沐峰淡淡说道 不 我没有败 张全丹怒吼 道 就算你脸的丹药比我的品质高一级 可有什么用 你这只是最低贱的丹药 价值比我的差太远 价值衡量也是比斗的关键 败的是你 是啊 二阶极品的壁谷丹 虽然品质高 不过价值还是不如黄明丹 还是这枫叶败了 其他人也恍然 谁让壁谷丹不值钱呢 哈哈哈哈 不过这时沐峰却是大笑出声 大步走过去 一把夺了张全丹 手中自己炼制的丹药 沐峰扬起手中丹药 冷笑道 谁告诉你我手中的壁谷丹 只是普通的壁谷丹 各位 我这壁谷丹 壁谷功效是一般壁谷丹的三倍 而且这丹药除了抗扼之外 还能恢复元气 它也相当一列二阶的回原丹 什么 这壁谷丹还能回原 在场人震惊了 不敢置信 这超出他们对壁谷丹的认知 不可能 你怎么证明 张全丹怒吼 不相信沐峰的话 简单 做个实验歌 孙丹师 麻烦您做个认证 沐峰把丹药给了孙丹师 孙丹师点了点头 随后拿起丹药服下 然后开始炼化 果然 这丹药炼化后 不只是有一股五股精气填补饥饿 还有一股元气涌出 弥补元气 孙丹师眸光一亮 点了点头 道 枫叶说的没错 果然有回原之效 这 这怎么可以能 壁谷丹还能回原 怎么办到的 在场之人震惊了 他们不会认为孙丹师作假 这种是作假 会被文师殿重罚 轻则逐出 重则要命 壁谷之效 加回原之能 那这丹药的价值 已经远超黄名单了 小兄弟 你这丹药怎么卖 能不能给我来一瓶 当下 竟然有一个佣兵大声问道 这种丹药对他们来说 简直太珍贵了 补充五股能量 又能补充元气 不好意思 这丹药我没练多余的了 沐峰歉意一笑 他望向了张全弹 张全弹面色发白 而沐峰一步步走向了张全弹 淡淡道 剁手吧 是你自己来呢 还是我帮你呢 张全弹吓得连连后退 最后 他把目光放在了陆出雪身上 现在 能救他的只有陆出雪了 第118章 收回一切 陆出雪脸色难看 也震惊地望向了沐峰 一个17岁的少年 在文道师丹树上 怎么会有如此高的造诣 这少年到底是什么来历 陆出雪站了出来 道 这场比试我们的确输了 不过少年人 得饶人除且饶人 我们愿意陪你们穆加十万金币 至于这舵手 就算了如何 这么多人看着 陆出雪也不可能不认账 毕竟他代表北王府 这是官北王府的脸面 十万金币对北王府不算什么 而张大师可是有可能成为三阶单文师的人 价值远过十万金币 剁了手 这张大师自然也就是废了 哈哈哈哈 得饶人除且饶人 北王府的人竟然可以说出这种话 真是让我意外啊 我穆加军二十万英灵 我二弟的英魂 怎么就没有感受到北王府的这份大度呢 穆成哈哈大笑 站出了讥讽说道 毛子终全是怒火 穆成 十万金币对你们现在的穆加来说 总比一双手好吧 陆出雪冷笑道 穆加被经济打压 十万金币的确更有用 你把我们穆加看得太低了 就算我们穆加揭不开锅 今天我也不要那十万金 我要让所有人知道 背叛我穆加的人 是什么下场 穆峰也站出来冷声说道 好 穆加之人文言热血沸腾 往下穆峰 毛子终有了一丝崇拜 和尊严比起来 十万金币算什么 剁手 剁手 穆加之人齐声怒吼 杀气缭绕 啊这 张拳弹下的双腿一软 竟然一屁股坐在地上 来人 把张拳弹给我压起来 穆峰怒吼 莫 顿时穆加的两名名刚进高手立马大吼 站了出来 压住了张拳弹 张拳弹惊恐望向了陆出雪 惊慌道 陆长老 救我 救我啊 陆出雪脸色难看 不过在众目睽睽之下 他还是没有什么动作 张拳弹见状露出了绝望之色 他随后又望向了牧尘 哭声道 家主 我错了 家主 饶了我吧 我还愿意跟随牧家 只要手一摺 那他就什么都不是了 别说北王府 任何一个小势力都不会要他 牧尘面色冷漠 背负着手 淡淡道 你不仁在先 莫怪我牧家不义 这时穆峰提着一柄刀走了过来 张拳弹的双手被两名牧家高手按在地上 他颤抖着身子 望着提刀而来的牧封 惊恐哭声道 公子 我错了 公子 别废了我 我愿意当牛做马报答公子 晚了 牧家花费财力把你捧起来 培养出来 你辜负了我牧家的信任 我说过 我牧家给你的 也可以收回来 牧封冰冷说道 同时 提起了手中刀一斩而下 扑痴 啊 鲜血喷涌 让拳弹惨毫挣扎 一只手掌被从手腕处披了下来 鲜血狂喷 牧封手起刀落 又一刀披下 两只手全部被牧封披下 面具下的脸上 没有一丝同情 啊 啊 张拳弹被剁掉了两只手掌 人在地上翻滚惨毫 鲜血流了一地 触目惊心 在场之人望着这一幕 心中不由的吸了口凉气 望向提刀的雪发少年 心中也多了思敬畏 牧家何时出了这个闻到 天才很辣少年 蜂叶 这个名字注定会传遍国都 同时对牧家又升起了一股敬畏 看似没落了点牧家 猙獰还在 不是谁都可以欺辱的 蜂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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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家人见这一幕都激动大吼 大吼出了目风的代名 神色激动 只感觉体内热血翻滚 我牧家 不是任人欺负之辈 露出雪脸色难看至极 这两刀砍了张拳蛋的人生 也斩了被王府的脸面 两个势力的矛盾 越发激化 牧家 蜂叶 牧臣 很好 你们一定会为此付出代价 露出雪咬牙冷声道 杀鸡缭绕 随后就要离开 露长老 不要抛弃我 露长老 救我 这时没有手掌的张拳蛋爬向了露出雪 脸上全是哀求之色 露出雪一脚踢开了张拳蛋 没用的废物 丢我北王府的脸 不 露长老 你们拉拢我时可不是这样的 你们不能不仁义 张拳蛋背吼 可是话还没说完 露出雪体表红色圆里缭绕 手掌中汇聚了一道红色剑芒 射入了张拳蛋体内 扑 啊 张拳蛋被一箭射入胸膛 这原力箭盲燃烧而起 化为了一股火焰燃烧 这张拳蛋在火焰之中 燃烧成了灰烬 沐家人见这一幕 只是对张拳蛋讥讽 没有万习 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 而这 也是叛徒的下场 露出雪望向了雪发少年 反而没有立马急着离开了 他想弄清楚这少年身份 而这时 孙丹师亲自拿来了一枚红色徽章 拿给沐风 笑道 枫叶小友 从今以后 你就是文师殿认证的文道丹文师了 沐风接过 有一丝惊讶 因为这徽章是二阶的丹文师徽章 孙大师又笑道 通过那场比试 我们已经可以破格给你二阶丹文师徽章 沐风文言是然 其他人也没有意义 能练出极品二阶丹药 谁敢说他没二阶资格 只是惊叹的望向沐风 十七岁的二阶丹文师 这在国都丹文师天才中 绝对是最年轻的一个 而一旁的肖子玉也咬牙望着沐风 美眸中尽是挫败感 同样的年龄 而沐风却已经是能练出二阶级品丹药了 这让他天才少女心中如何不嫉妒 无弃 哈哈 真是让老夫大开眼界啊 而这时 一道朗笑之声 从二楼之上传来 一名身穿文道师火云袍的中年男子 在几个文道师陪伴之下 一起走了过来 而其他人一见这群人 特别是见那中年男子 都露出了一丝恭敬之色 文道师们纷纷行礼 笑店主 就连牧尘 牧爷等员单强者 也都抱拳衣礼 肖兄 这中年男子面容英俊 梅宇坚和肖子玉有两分相似 正是丹师店的店主 四阶灵文丹师 肖镇 第119章 两大店主 爷爷 肖子玉一见来人 立马走了过去 抱着肖镇的手臂 想咬依人的模样 肖镇虽然看着不过是 40多岁的中年男子模样 不过圆丹境界的他 已经是上百岁的高龄 小玉儿 这回你知道一山更有一山高了吧 肖镇宠溺的捏着肖子玉精致的小鼻子笑道 哼 人家才不服气呢 爷爷 你看他满头白发的 哪里像一个17岁少年 说不准是个糟老头子呢 肖子玉轻横道 口上还是不服输 沐风在一旁文言一阵无语 风哥我是典型的小鲜肉好不 哈哈哈哈 你这小丫头啊 心服口不服 那你爷爷我也不像是两百多岁的人啊 肖镇大笑 摸了摸肖子玉头发 随后对牧尘 陆初学等人一一抱拳还礼 这时他才望向了沐风 眼中全是赞赏之色 沐兄 这个小辈请问是你什么人啊 年纪轻轻 却是练得一手好单 肖镇笑问向了牧尘 哈哈 他 他是我二弟生前收的一个义子 一直在家族中苦心学习闻道 这不 才让他出来见见识面 牧尘笑道 给牧风造了个虚假身份 原来是牧天将军义子 真是不负牧将军的英明 肖镇点头 更多了些赞赏 牧天为人正派 虽然和他交情不深 不过也佩服其为人 这小子竟然是牧天义子 以前怎么没听说过 露出雪美眸一眯 露出一缕锋芒 枫叶小家伙 前辈 牧风公申行礼 嗯 小家伙 你可愿意跟我学习单文 加入我单文店中 肖镇直接开口邀请 这让周围之人一阵惊诧 怎么 肖店主要收学生 这个枫叶真是荣幸 竟然被肖店主赏识 这可是一根大粗腿啊 周围之人一阵羡慕 许多单文师眼中都是忌妒之火啊 而牧尘等人也露出一丝惊喜 这肖镇 不但是文师殿中单文店主 四阶灵文单文师 也是元丹靖强者 南灵文师殿的副殿主之一 这全是号召力惊人 怎么 爷爷 你 你要收这家伙为弟子 您不是不收学生了吗 肖子玉震惊道 牧风也是一愣 也没想会有一个灵丹师 想收自己为学生 风儿 快答应他 牧尘暗中传音 几乎说道 牧风能成为肖镇的学生 就算是北王爷要对付牧风 也得考虑考虑 而牧风却是露出了为难之色 一时间没有言语 怎么 小家伙 你有什么问题吗 肖镇笑咪咪说道 臭小子 你还不快答应 我爷爷愿意收你当学生 是你走狗使运了 多少人求也求不来呢 肖子玉气呼呼说道 牧风挠了挠头 苦笑道 前辈 对不起 我可以加入文师店 不过我却不能加入单文师一脉 不 为什么 肖镇文言都是一阵诧异 其他人都是惊讶的看傻子一样望向牧风 因为一个承诺 牧风苦笑道 承诺 肖镇眉头一皱 不解 嗯 我之前答应了一个老前辈 要加入服饰店 所以 不能加入单诗店了 牧风苦笑说道 什么 服饰店 难不成你还是符文师 焦镇惊讶道 其他人也震惊了 这家伙年纪轻轻 单文修为惊人就算了 难道还会符文 而在场人中 也有符文师 都惊讶的望向牧风 牧风点了点头 拿出了一封推荐信 给了肖镇 这推荐信证是前老写的 牧风答应过前老 肖镇看后 露出一丝惊讶 望向牧风 道 你虽然会符文 不过你专长是单文吧 你在去学符文 会不会有些浪费了你天赋 肖店主 您这话我们就有些不爱听了 这位枫叶少年 既然也是符文师 为何不能加入我们符文店 这是一名身穿黑色衣裙的美妇女子 带昭树明文道师走了过来 这美妇看似三十来岁的年纪 一身黑色衣裙 肌肤血白细腻 瓜子脸 面容貌美 脸部轻衣之间自有衣骨上位者威严 墨店主 这女子一来 周围人也连忙行礼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服侍店主 墨连 肖镇一见此女 露出一丝头疼之色 那肖子玉笑着甜甜打了个招呼 叫了一声 墨姐姐 这墨连和肖镇差不多同辈 按理说肖子玉应该叫婆婆才是 不过女人麻 尤其是修为高的女人 岁月在她们脸上看不出痕迹 怎么喜欢一个老称呼 所以墨连都是让肖子玉叫姐姐 墨店主你怎么也来了 肖镇笑道 我在服侍店听到这里有个有趣的比试 就过来看看 刚好正看见肖店主在挖我服侍店墙角呢 墨连但笑说道 肖镇文言面色一红 道 我可没挖你墙角 我说的也是实话 这孩子若是不学丹文太可惜了 他服文能有多大修为 哼 服 丹 戏本一家 也卖天赋高 学其他的也学得好 这小家伙就算福道差些 不过只要好好学 还是可以超越丹道的 墨连娇横一声 周围人傻眼了 这两位店主这是争夺人才啊 沐峰在一旁 反而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小家伙 你是谁推荐的啊 告诉姐姐 墨连笑咪咪道 走进来 一阵清香传来 那抹雪白在黑衣映照下很刺眼 不 回前辈 事前平前老 沐峰低头如实道 不敢看那雄伟波澜 面具下的脸微微红润 呵呵 还是个害羞的小家伙呢 墨连摸了摸沐峰头笑道 可可 那的沐峰 你愿不愿意和我学习单文 你的年龄和天赋 再重学福道 就太浪费时间和精力了 肖镇这时连忙说道 还是想把沐峰 拉到自己单文店一脉 拉到自己门下 醒肖的 你几个意思 你没听见这小家伙 是我服饰店 前平推荐来我服饰店的 你还抢 要不要脸 墨连一听不乐意了 双手一掐水蛇腰身 指着肖镇交怒问 大家都是文师店人 我不能见你们误人子弟 肖镇面色淡然 不松口 周围人见这一幕傻眼了 两大店主 国都风云人物 竟然为一个少年争的面红耳赤 第120章 两店为师 这待遇 扎心了店主 不少青年一阶福文师 单文师见这一幕 表示心中受到了一万点暴击伤害 一个个忌妒地望向了目风 其他人也是目瞪口呆 这枫叶竟然如此抢手 其实也正常 开启了灵魂力的人本来就少 而文道师又分好几脉 福 单 戏 镇 这几脉已瓜分 本来就少的人才资源更少 更何况是目风这种天才 不抢才怪 两人争得面红耳赤 目风在一旁不知道该说什么 请消的 上一次我福师店 就让了你们单师店几个人才 怎么 这一次你还要抢 哼 我只是不能见这个孩子 让该有的天赋被埋没 我是为他好 被埋没 好嘛 上一次你也是这么忽悠 那几个小子的 怎么忽悠了 这次大家可是亲眼见到了 这个小家伙的单道天赋 可是他是我们福师店的人先发现的 推荐信也是来我们福师店 你讲不讲先来后到啊 两人力争不下 各有各的理 前辈 那 那个 你闭嘴 目风想说什么 不过被两人同时一声呵斥 缩了缩脖子 一脸委屈 风哥心里苦啊 好 既然你要争 那就怪我不客气了 要么打一场 目脸手中出现一把灵符 目道 我可不和你打 你们福师店本来就擅长战斗 肖正可不上当 我只是按事实说话 在场人见两人竟然还有为目风出手的架势 一个个面皮抽搐 说不出话来 好了 两位前辈 晚辈有话说 这时目风一声大呼 你说 两人大眼瞪小眼的望向了目风 一口同声 咕噜 在两大强者的注视下 风哥暗自吞了吞口水 道这样吧 既然两位前辈都如此重视小子 要不我同时加入你们两遍 什么 两人文言一叉 望瞭望对方 随后都是眉头为皱 肖正皱眉道 小家伙 你这可就贪心了 我们文师店可没出现过一人头两脉的情况 没错 小小年纪不学好 怎么三心二意 怎么 你认为姐姐叫不好你吗 目脸也秀眉别喜 两人竟然都不同意 凤叶啊 你的专长在单道 你可不能三心二意误入歧途 肖正又苦口婆心道 性肖的 什么叫误入歧途 若连大怒 行了 两位前辈 我老实告诉你们吧 其实我福道也是二阶 这是我会的福 你们看看 目风被两人炒够了 只得无奈道 拿出两张自己会的福 什么 你 你福道也是二阶 两人都震惊了 其他人也震惊了 还有在十七岁就把福丹两道都修炼到二阶的 这怎么可能 肖子玉也睁大了美眸 不敢置信 若是风哥告诉他们 我 福 震 丹 戏都是二阶 你们会不会吓死 不过目风也不想惊世害俗 他有着成就 自然离不开悦儿的附体教导 言传申教 两人接过了目风会的福 目脸仔细观察 渐渐 他露出一丝凝重 眼眸之中 甚至有了惊喜 他把这福望上空一丢 原力涌入 轰 一声爆炸轰鸣 一团火焰爆炸而开 一股火烂席卷方圆十米范围 二阶火纹符 莫连惊喜道 而另一边 肖镇脸色有些难看 也激发了手中符 刷 一道金光亮起 一道金色剑芒划破长空 剑芒犀利 二阶金剑芙 肖镇楠楠说道 两人见了这一幕之后 望向了目风的眼眸已经不是炙热 而是震惊 而其他人 也目瞪口袋望着目风 这家伙 不只是二阶丹文师 还是符文师 这他妈是什么 妖孽 天才 还是人妈 前辈 不满两位 我对丹芙一样热爱 我热爱闻道师 不过男儿有诺在先 我既然答应了前老 不管你们收不收我为学生 我都会加入服饰店 这是我对前老的承诺 目风对两人抱拳一礼 随后走向了墨连 表明了自己的去向 好小子 好一个有墨在先 姐姐没看错你 就喜欢你这样的少年 墨连娇笑不止 一把抱过了目风 一双玉手捏着目风嘴角笑道 同时得意望向了肖镇 肖镇叹了口气 多是万喜 怪只怪他的人 没有先一步发现 目风这快谱玉吧 目风对肖镇一抱拳 道 多谢肖前辈赏识 不过枫叶也不会放弃单道的 哎 也罢 加入服饰店就加入吧 不过小家伙 以后你单道上有不懂的 也可以来问我 虽然你不能加入我单饰店 不过你也是我闻饰店人 我还是愿意教你的 肖镇叹了口气 无疑还认目风这个学生 西西 你这才像男人 墨连笑道 拜见两位老师 目风向两人各自行一礼 虽然西月比他们都要高级 不过西月也不是万能的 他们会的 西月可不一定会 多些老师没坏处 两人各自受了目风这一礼 认了这个学生 而目晨等人一阵激动了 目风竟然被两大店主收为学生 无疑是等于有了这两人庇护 这对目家现在的情况来看是大有好处 其他人也是羡慕嫉妒恨 被两大店主收为学生 这在文师店中目风是第一个吧 而陆初学脸色难看 本想还想法子杀了这枫叶 可这家伙随手就找了这么两大靠山 要动他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文师店有多大影响力 只有得罪过文师店的人才清楚 肖子欲望着雪发少年 心中收起了挫败感 突然露出一丝脚霞 走上前去 一把抱住了目风的手臂 娇笑道 风夜 如今你也是我爷爷学生了 你能不能娇娇我怎么三要同恋的啊 好啊 叫声师兄来听听就叫你 目风嘴角一扯勾起一抹笑意 你 娇子欲气得小嘴发骨 气呼呼 很可爱 哼 叫就叫 师兄 他娇横一声道 什么 听不见 大点声 目风故意戏弄笑道 师兄 听不见 再大点声 谁知肖子欲竟然一下子跳在他背上 揪着目风耳朵大吼 师兄师兄师兄 你想震聋我啊 目风揉着嗡嗡作响的耳朵 叫不叫 我叫 我叫还不行吗 哎哟 你这嗓门真大 哼 谁让你装聋的 吼死你 哈哈哈哈 望着两个笑闹的小家伙 肖正和莫连牧尘等人都笑了 可这有人欢 却是有人愁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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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